顾清清是在哭声和摇晃中苏醒的 她头痛欲裂 脑袋像是被晴天霹雳劈过一样 她记得自己是从自家住医馆回家时 路上遇见一个乱穿马路的小朋友 去拉她时自己被车给撞了 我没死 他们这是哭什么 顾清清强忍着头疼 扭着眉头努力让自己睁开眼 她想说一句别哭了 好不容易睁开眼 话还没有说出口 她就被眼前一张 皮肤黑黄中透着一股营养不良的小脸吓了一跳 脑袋不由自主地往后一咬 砰的一声 娘 疼不疼 怎么又磕到了脑袋 我看看有没有再流血 我给你吹吹 我没事 娘 你先起来 地上梁 顾清清刚要起身 却惊得瞳孔扩张 她管自己叫娘 映入眼帘的小女孩差不多在五到六岁 双压记忆忆地顶在脑后 松散下的头发和披在肩头的混为一体 像秋日枯黄的稻草 大花见娘害怕的模样 只当是今日她偷偷喂三花奶 又被阿奶发现 因此才挨打的 娘 阿奶怎么能吓得了这么重的手 以前看到你鲜奶三花不奶小姑 它顶多是这么两句 结果怎么就把你推地上了 你下次想偷偷喂三花奶喝 就趁我和二花在家的时候 这样我们还能忘风 阿奶来了 就算发现我和二花也可以哭求 阿奶顶多对我们两个丫头骗子动手 也伤不了娘 现在好了 娘头上磕出两个大包 大花一边说一边心疼她娘 同时用瘦弱的胳膊拉扯顾青青起来 娘 以后我不在家了 你多只陪二花干活 她现在也不小了 有些事就要同娘分担 爹现在不在家 日后你少让三花喝一口奶水 不然小姑吃奶时吃不饱 就会闹得很厉害 到时候阿奶见了 说不得又要怎么磋目娘了 我不在 二花一个人肯定拦不住阿奶 就在顾青青站起来的时候 她身后传来一声更加幼稚胆怯的声音 娘 那个 那你现在还有奶水不 你看三花她饿得厉害 我有心哄不住了 顾青青听到声音回头 就见身后炕上跪趴着一个更小的女孩 约莫四岁左右 她难道就是也不小的二花 顾青青有些惊呆 二花正在炕上 哄挥布墙堡里一个哭得满脸通红 嗓子哑得发不出声的小奶娃 大花见娘又是一副不知声的模样 眼瞅着肝着急 哎呀 你们等着 我去给娘找吃的 等大花跑了出去 坐在炕上的顾青青 头没有油来的一阵眩晕 脑子里出现了关于圆主的记忆 直到这时 她才确定自己穿越了 圆主也叫顾青青 她们今年都是二十三岁 刚刚喊她娘的大花今年七岁 是她大女儿 炕上的二花五岁 是她二女儿 墙堡里是三花 昨天才满三十天 圆主一连三胎都是女儿 只要是搁在现代 绝对是香薄薄 但在极为看重男丁的背景下 日子过得是寸步难行 甚至在家大气都不敢喘一口 家里更是什么脏活累活 都是丢给她和大花做 她们也不敢反抗 原因是大房内屋 大伯哥温有田 大嫂张翠兰 一连生的三个都是儿子 有儿子帮身 又占着是大房 在家那是一点委屈都不受 能吃就吃 能夺懒就夺懒 二房内屋 二伯哥温有才 二嫂王晓云生的是 两个儿子一个女儿 关键二伯哥几年前考中了同生 虽然中间试考了两次都没有考上秀才 但是她依然是全家的希望 只有到她这里 相公叫温无言 人可真是应了这个名字 一天到晚不说话 就知道闷头干活 二说老小的应该是爹娘的心头绑 可家里的公婆对温无言是喝来呼去 恨不得把人分成十八块 每一块都能去单独挣钱 顾清清刚接受原主记忆 以为就是上面那些 让她对古代女人不义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可等她彻底贯通整理好原主的所有记忆之后 心里的怒火油然而起 要不是现在是她占据了这具身子 她都恨不得把原主给抽死 原来原主怀孕三个多月时 婆母温尘氏竟然也怀了孕 她老人家年纪都四十又二了 真可谓是老蹦生猪 原本要比原主晚生的 结果年纪大 孩子怀到七个月时便生产了 温家喜得千金 结果老蹦没有奶水 用鸡蛋和村里换来一碗羊奶 温家千斤不喝 原主被婆母盯上 她把原主叫到自己屋里 不由分说 就指使原主抱着三花使劲地去作奶 等出奶水后 在她的指令下不让三花吃奶 而是让原主给自己闺女喂奶 夜里更是让原主在她这屋帮着带小喜宝 只有白天才放原主离开 原主心里不愿意却不敢反驳 只是委屈三花了 少吃一口就少吃一口 结果三花能吃到嘴里的奶水 能有十分之一二 就是她小姑留给她的天大恩惠 所以明明早产的是温家喜宝 长得却比足月的温家三花个头都大 姑清清想到这里 心里是又酸又毒又饿 人家都是为母则强 原主倒好 比那软柿子都不如 她就没有见过这么没有用的娘 一对女儿都知道维护她 她都应不起来 骂她一声软柿子 都是对软柿子的侮辱 让她感到发雾的就这吗 自然不是 而是全家人都想 合计着把大花卖给别人家 当童养喜去了 原主都不敢正面反抗 不过现在既然她来了 按她以往看的小说的尿性 想再回去基本没门 既然如此 先安置 屋里 二花好奇地看着娘把奶水挤到碗里 再慢慢用羹勺 为墙堡里哭得快断气的三花 二花歪着头抿着小嘴 看看娘 再看看三花 没有来的问 娘 什么是银花啊 姑清清在喂三花奶 没有听清楚 便问 什么 嗯 我也没太听清楚 今天 我是在阿奶的那屋床跟下玩 然后就听见了大伯娘和阿奶他们说话 说是要把大姐送过去后先养着 也不知道说谁要是死了 就让阿姐和银子结婚 娘 这人和银子还能结婚吗 人和银子怎么能结 姑清清说到这里 整个人突然打了一个寒颤 二花 你这话还和谁说过 嗯 娘 我这谁都没有说 二花最乖 刚刚和我说的这些 你以后不能再和任何人说起 能做到吗 嗯 那爹和大姐也不能说吗 谁都不能 包括爹和大姐 这是属于我们两个人的秘密 好不好 二花一听自己和鸟有了秘密 乌黑的大眼睛立刻笑成了月牙 嘿 那娘我谁都不说 就在这时屋外突然传来咒骂声 好你个死丫头 你竟然敢偷家里的鸡蛋 我就说最近鸡蛋总是见少 原来是被你这个属耗子的偷了去 翻了天了 家里东西你都敢偷 你给我站住 看我今天不打死你 是不是你那没用的娘就你来偷的 奶奶我没有 这是我第一次呢 阿娘没奶最补补 不好 阿姐那东西被阿奶发现了 让你偷家里的东西 我让你偷 什么娘能交出什么闺女 小小年纪就知道偷家里东西 看我不打死你 奶奶你打死我吧 打死我 这个鸡蛋就算陪给阿娘 阿娘没得吃就没有奶水 三花喝不了奶在屋里 饿得娃娃哭 奶奶三花也是你的亲孙女 您不能活活让她饿死啊 你还敢顶嘴 但我不敢打死你是不是 生了一屋子的丫头骗子 白吃白喝家里的 嘴里长了穿了还想吃鸡蛋 今天吃了鸡蛋 明天是不是要吃老母鸡 一屋子嘴馋的破火 奶奶别再带气 都想造反是不是 这回本来就在院子里的大房张翠兰 见婆母真把大花往死里打 凑过去小声说 娘 你消消气 这挡俩下 一死一死就行了 要是真打死了 这我们怎么跟人家交代呀 温臣氏刚刚被气昏了头 这才反应过来 才气呼呼的歇了手 把鸡蛋给我交出来 奶奶 这个鸡蛋就给大姐吧 奶奶 娘要是不吃好的 就没奶水 别说三花 就算小姑等会醒了 也没奶喝啊 边上张翠兰见婆母有些动容 眼睛一转 突然出手 趁机夺了她手里的鸡蛋 嘿哟 你当我们家是什么人家呀 这能天天吃鸡蛋 这好像谁没生过孩子一样 这不都是吃野菜过来的 你就没看见全家人吃的都是大鸡蛋花水的 只有成年你娘的那碗里可都是后粥 温臣氏瞪了张翠兰一眼 不是因为她说的话 而是因为她借机把鸡蛋揣进自己衣袖里了 大姑娘 你把鸡蛋还了 吃个鸡蛋是阿奶给阿娘的 你不能拿了去 你阿奶都没有点头 怎么就成你们屋的呢 张翠兰话说到一半 视线突然瞥见 从南乌抱着孩子出来 半边脸是血 披头散发的顾青青 你阿你怎么出来了 怎么还把三花抱出来了 顾青青没说话 她就放个奶碗 抱三花的功夫 她们就下狠手了 顾青青看着大花二花脸上被打得手掌印 一股气血直冲天灵干 大花抱着妹妹跟在我身后 顾青青说着 把三花塞给大花 人静止朝火房走去 老三无的 你去火房做什么 温臣氏指当是她缠疯了 要去火房群东西吃 结果 眨眼间 就见顾青青 拎着家里唯一的大菜刀 从火房里走出来 指着张翠兰道 把鸡蛋还给大花 羡慕我吃的粥厚 有本事你去生一个孩子 带着温习宝一起喂 我看你的粥能有多厚 野菜倒是给你管够 哎呦 老三无理的 你这发什么疯啊 快快快快 把菜刀放下 哼 知道我发疯就行 把东西给大花 不然 我疯起来做出什么事了 受伤的可是你 这会儿周遭邻居听着温家 又传出长骂声 全围在篱笆外看戏 哎呦呦呦 你看看 动刀了动刀了 这三房可真是魔杖了呀 这这该不会是发疯吧 可别闹出人命啊 他要是能吃冷起来 家里两个孩子哪里还用受苦 张最兰就是一个欺软怕硬的 这会儿见顾青青举着菜刀发疯 吓得哆嗦着伸出手 手心里正是刚刚抢过去的鸡蛋 那边二花见状 风一般的速度冲过去 抢过鸡蛋后又回到娘的身边 老三房里的 你也不嫌丢人 鸡蛋都拿去了 把菜刀给我放下 顾青青同样眼扫了一眼里巴外 丢人 有人看才好呢 正好让大家知道 温家老夫都做了什么 日后找了机会提分家 也不会被人戳几两股 哼 放下 放下去好 让你们卖温家孙女 我的女儿 家里没有养狗 你们的良心呢 都被自己吃了 老三屋的 你说的什么混账话 哼 我说的不对 大花不是温家的孙女 不是我的女儿 她才几岁啊 你们就合计着想把她卖给别人做同养席 对方还是个病秧子 你们心里有什么盘算 别以为我不知道 大花是我的女儿 今天只要我还没死 我看谁敢打她的主意 哎哎故事 你说个什么东西啊 这大花的事是爹和娘定的 再说了 这当时和你说了 你不也答应了吗 放屁 卖女儿的事我能答应 家里人没病没灾 这两年风调雨顺 秋收满仓 我为什么要卖女儿 还我算什么东西 我算大花她娘 你急着白脸的跳出来做什么 这是和你有什么关系 还是你贪图这笔钱 顾青青瞪着张翠兰问 张翠兰被戳破了心事 看着菜刀微微扭转指向自己 她缩缩的连忙向婆母温辰室求助 哎哟 娘 你看看这老三屋里的 她说的什么糊涂话呀 老三屋里的 你是要造反是吗 这个家姓温不姓顾 一个外星人敢在这里撒野 你也知道这个家姓温 我外星人 我不姓温 难道你们姓温 还是被村里面叫了几年温辰室 蓬蓬就忘记自己原本姓什么 混账 信不信等你宫殿回来 我让他把你插出去 叔叔白白大娘婶婶们 你们可要为我们娘四个做个见证啊 人心都是肉长的 我嫁到温家这么几年 家里地里脏活累活都抢着看 洗衣做饭跟是一样也没有落下 和婆母一块生孩子 月子里带两个孩子 我什么话都不说 昨天你们见着喜宝 夸得长得白白胖胖甚是可爱 你们是没有见过我屋里的三花 我这就给你们看看 顾清清说着 接过大花手里的墙宝 稍微拉开一点墙宝 露出巴掌大凹瘦的小脸给众人看 你们看三花 足月的娃娃 还不如她早产的姑姑长得壮士 为啥呀 那是因为没有奶水可以喝呀 不是我这个做娘的偏心 是我奶水不足啊 家里总要有一个小的香味奶 哪怕有奶水的 是她娘 她一个小辈又怎么敢和她姑姑抢奶喝呀 婆母 你的孩子是孩子 我的孩子也是孩子呀 我为家里任劳任厌 没想到婆母今天喂了一个鸡蛋 要把我们三房给分家砍出来 好好好 我做媳妇的听婆母的话 等公爹她们从地里回来 我们这一房就按婆母说的分出去 这事绝不能让公爹为难 就请大家做个见诚 分家是婆母发话 顾清清见温臣氏和张翠兰都傻在哪里了 又见篱笆外的人 看温臣氏的眼神多了些许笔 顾清清继续哭惨 我没本事 生了一屋子的丫头骗子 但丫头也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啊 别人不疼 只有我这个做娘的心疼 村里五六岁的丫头 虽然有在帮着做院子活 也是做一些力所能及 大花 三年前就开始跟着我去河边洗衣服 冬天呢 手脚都冻烂了 我心疼啊 你们看她衣服 小的穿大哥剩下的衣服是福气 但花儿身上的衣服 哪里还是衣服呀 简直就是补丁裸起来的衣服呀 这是要把春衣缝缝补补当棉衣用 都是我这个做娘的没用 让我们花儿瞧瞧年纪就啃着受苦呀 娘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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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咱们都是女人也都是做娘的 手心和手半都是肉 这不能就估自己屋里不估其他人的死活呀 就是啊 咱们女的都是嫁到夫家来的 只不过是进门友早晚 要是论起来 咱们全村女的可都是外星人了 你们不会真要卖大花吧 你们家三十二墓地今年收成不错 哦 还有山上的木材林 今年也砍伐了不少吧 不缺吃的 温臣氏听着篱笆外的议论 心里突然咯噔一下 怎么就成他要把三房给分出去了 他说把故事赶出去只是吓唬吓唬他 没说要分家呀 一想到这儿 温臣氏立刻慌了神 刚要扯一把大房屋的 让他帮着说话 身边哪里还有张翠兰的影子 温臣氏胸脯气得鼓鼓的 看着篱笆外的村民 忽然咧开嘴虚情地笑了 嘿嘿 好了好了 大家都散了吧 都该回去做晚饭了 我们不分家不分家 一个锅里吃饭 谁家还没个抄抄的时候 花儿 谢谢外面的大娘婶婶 今后我们被赶出 温家 咱们少不得在村里 要和大娘婶婶打打交道 就在这时 不知道谁喊了一声 大成叔回来了 我就出去办上 你们这是闹哪样 回屋都给我回屋 他爹 老三房里的一点都不消停 大花更是要造反 都敢去偷鸡蛋 我说了他两句 老三屋里的就闹着要分家 爹 这些年像 相公和我 为家里做的这些 都是我们作为小辈该做的 今天不管说什么 我们这屋是必要出去单过 您说我们不孝 或者不知好歹我们都认 我们在家过的什么日子 您平日里看在眼里心里清楚 您看看我的头 今天就为我私下喂了三花一口奶 伯母不由分说的 下手把我拉扯着一顿毒打 更是拿我的头去撞桌子 我能活下来 是我命大 我天家后院地积下了蛋 指使大花去拿给我补补 我想着 等我哄好三花 这就和伯母请罪 结果大花拿蛋时 和伯母装了一个正着 伯母和大草不分青红皂白的 我对着孩子就是两人混蛋 这些 街坊邻里可都看见的 大花二花 给爷爷看看你们的脸 好啊 你不怕丢人现眼 我一个老婆子在乎什么 你可生不出儿子的闹肿 当时还花了几条肉 先把你娶回来 要是你能像大房二房一样生出个儿子 我会这样对你 伯母您真会说笑 生儿子做什么 生来和大郎分家产分田地吗 你愿意 你有没有问过大郎愿不愿意啊 阿南 你可不能让小婶生儿子 你说过 我可是这温家的敌整孙 以后啊 这个家可都是我的 是啊 伯母 这个呀可都是之前说好的 咱这家里地里可都是属于我们大房的 谁呀都别想分走 我不同意分家 我也不同意分家 公爹 你说呢 唉 树大分叉 人大分家 亲兄弟弟也不能一生一世都在一口锅里吃茶饭 只不过老三 爹 我也不同意分家 一位穿着青衫长袍 脑门短 下巴尖 长着一双三角眼 模样像极了温臣氏 此人正是考了同生在镇上求学的温家老二 温有才 爹 娘 我回来了 分家这事我也不同意 故事 家里发生的事我也知晓 娘身为长辈教育做错事的孙女那是天经地义 谁家孩子犯了错家里长辈还不能管输一二 你不必揪着此事胡搅蛮缠 二伯格 没想到你才进家门就知道了家里发生的事 所以你是道听途说 如果只是道听途说 顾清清说到这里 瞥了一眼蹲在墙根 今年已经七岁的五郎一眼 或听小儿之言片语 能知几分前因后果 还是你实际早就回来 只不过躲在暗处 哪怕婆母被我说得哑口无言时 你都不曾现身 等我和公爹提出 婆母要把我们赶出去分家之事 你才忍不住出来啊 休得一派胡言 我若能早回来 岂能让你如此不敬娘 故事 汪费你也为人母 不仅不体恤娘的良苦用心 还企图诬陷 你真是好大的胆子 娘别说教育孙女理所应当 就算是管教你 你也得受着 既然二伯哥刚回来 自然不知道 我这就是谨记婆母之言 所以婆母要把我们三方赶出文家 我做小辈子不反驳 自然听从 现在看来不听婆母的话 不是我们三方 而是你们大方二方吧 婆母要把我们赶出去 你们却不同意 所以 你们把婆母的话置于何地啊 故事 你一派胡言 我一派胡言 我哪就是一派胡言 二伯哥 你是读书人 可不能诬陷人啊 刚刚婆母所言大伙都听见了 你要是不信 可以问问大伙 对 我们都听到了 温臣氏说老三房里的是外星 就不该在这个家 还说等大成回来 这事就要办呢 哎呀 又我说 你们不会是看着老三房里 见天的任劳任怨 什么活都做 你们现在个个都反悔了吧 哈哈哈哈 大伙说 是不是啊 可不 要我说还是大成说的对 数大分支 儿大分家 孩子都爬了一炕头了 家里锅不够大呀 故事 你之前没有这么能说会道 二伯哥 如果有天 你或者是谁的脑袋 也被打出洞 看看你们是继续懦弱 还是站出来为自己求活命 就因为我生的是女儿 你们个个都把我们母女当牛做马的使唤 我默默承受了八年 我换来的是什么 头破血流还要被你们卖女儿 你们谁把我们当家人了 从二伯哥禁院开始口口声声都是故事故事 显然也没有把我们三房放在眼里 既然如此 我更坚信听仆母的话 分家 你个故事 你这虎脚蛮缠 你不知好歹你 这把大花要是送去隔壁镇的大户人家 那可是去做正气 怎么到你的嘴里就变成了吗 这大花要是去了呀 它就能过上好日子了 你这已经都占了莫大的便宜了 竟还不知足 既然你觉得大花过去是享福 你怎么不把你女儿卖鸭送过去啊 沾沾着福气 卖鸭今年才五岁 既然对方要养上几年才能成亲 五岁和七岁 有什么差别 故事你 哎呀 老三你个天傻的没良心的 我是白把你养活大了 给你娶媳妇回来 就是专门用来欺负你亲娘的 欺负全家来的 就是不孝的畜生 行了 都别吵了 全村都在看你们家的笑话 一点都不知道收敛 村长 村长来了 行了 都散了吧 晚饭都不用吃了是吧 都给我回家做饭去 他先扫了一眼坐地不起的温尘室 接着看向温大成 有什么话 进屋说吧 然后 等他视线落在顾青青手上的菜刀时 眉头微拧 你拿着刀做什么 婆母打我打累了 烧一刹只鸡给自己补补 我得帮忙 好你个怂懒 满嘴喷粪 我什么时候说想吃鸡了 是你 有完没完 一行人去了上房 也就是北屋 坐的坐 站的站 无山先是把每个人都说了一遍 随即再问 你们执意要分家 此时 除了温大成和顾青青没有说话外 其他人都一致表示不分 公爹 村长 还请你们为我们三房做储 婆母今天当着众人的面 已经开口要把我们这房分出去 经过今日这一闹 我在这个家也待不下去了 如果不分 这就是要把我们母女往死路上逼啊 你个叹嘴祸 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分家了 我当时只是想吓唬吓唬你 你个嘴上没门的 看我不撕烂你的嘴 老三屋里的 执意要分家的话 这事无言能同意吗 相公他会同意的 他前些日子私下里和我说过的 意思是我们这一屋子里的都是女儿 大花二花正是能吃的时候 不好在在公婆身边白吃家里的粮食 就说等这次出门回来 找个机会和公爹说呢 老三当真这么说 话虽然如此 还是需要当面问问老三才是 这事当老三回来 你们再商量商量吧 都是一个锅里吃饭的 哪里没有磕磕碰碰的 身为小的 不必抓着老的一些话头不放 被点的顾清清猛地抬头看向巫山 接着就听他又说道 神为长辈对孩子多加约束是好事 外事就怕过头 温故事平日里做的如何 你们解历清楚 这几天都给我消停点 有什么事等你们家老三回来再一 大成伯大成伯在家吗 你们家无言出事了大成伯 大成伯快出来你们家老三出事了 顾清清正在竖着耳朵听 外面是不是有人在喊他男人出事时 传着粗气喊道 娘不好了 爹出事了人在外面 顾清清心里确实咯噔一下 下意识的想 爹他刚穿过来就成了小寡妇了吧 是不是得唱小寡妇上坟 谁我在家 爹 听着好像是玉柱的声音 篱笆外牛玉柱拉着板车 伸着脖子从院内喊人 大成伯快出来看看无言吧 他伤着了 老三出啥事了 边上帮忙推车的牛大军 对院子内的众人说 今天一早我们上工 无言需要挖的那块地 不知道怎么就塌了 无言和隔壁村的另外一个人 刚好就在那边挖 他们一起被埋了 人还是大家一起帮着 从土里挖出来的 不知道人现在怎么样了 看着上面灰头土脸 昏迷不醒的温无言 情不自禁的喊道 无言呀 你这是伤了哪里呀 顾清清此时站在板车边上 打量着车上的人 迷人算不上 顶多算是土头土脸土衣 模样看不真正 不过那紧闭的双眼 睫毛破土而出 还挺长 爹 爹 你怎么了 爹 你醒醒 你别吓大花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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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爹 爹他是不是睡着了 老三死了 温尘氏后知后觉地喊了一嗓子 人却是没敢靠太近 有些害怕地问 伯母 无言应该没死 在那边的时候还有气 这会儿应该是腾鹰过去了吧 快快快 大家一起打把手 先把人抬屋里去 温无言被抬进来放在炕上时 顾清清从人缝里看到他的小腿 被扭成反人类的不可思议撞 他腿折了 这一刻 他仿佛成了不用存在的人 温大成最后出门时交代顾清清 我已经让有才去镇上请大夫 你也不必过于担心 知道了爹 等他们都出了屋子 大花 你去给爹擦擦脸 原本昏睡过去的男人 在大花的擦拭下慢悠悠地转醒 爹 你醒了 是不是我下手太重 给爹擦得不舒服 那我轻点 花儿啊 爹 是我 我在 娘 你看 爹醒了 顾清清慢悠悠地靠过去 咦 擦去脸上泥土的男人 长得倒还是挺惊喜的 你醒了 我没事 大花 你带着妹妹去门口 看看大夫来了没有 我有话和你爹说 见大花抱着三花 带着二花出去 顾清清的视线 再度回到男人脸上 你现在可算进行 男人微不可查地点了点头 那我和你说件事 顾清清先是指着自己的脑门给她看 然后在添油加醋的情况下 大致说了自己受的罪 接着说了自己提出了分家的事 关于分家 你怎么看 如果是以前 既然你说出来 我定然会站在你这边 不过 我的腿应该断了 如果这个时候分家 我没有办法再去挖去 撑不到钱 我养活不过你们母女 要不我们和离 或者你修了我 你让二花做什么去了 自然想看看你爹你娘 你亲哥哥们都在丑话什么呀 难道你不想 你说他们会不会借此 同意我们分家 应该不能 娘虽然不及我 我毕竟还是她儿子 至于大哥二哥 虽然平日里在干国上 有些小心思 纵然他们心里不愿意 想来也不会在这个时候 做出什么事的 好 那你等着吧 这会儿见二花回来 她连忙把二花招到跟前 二花 可听到什么了 娘 我听见 来来 对着你爹说 嗯 我听见了 大伯二伯 他们要和我们分家 但是爷爷不同意 嗯 他们说 爹以后就是瘸子了 干不了活 也挣不了钱 还有家里一直养着 但是爷爷说 爹这几年也没少往家里拿钱 可是阿奶就说 今天看病 就是花了好多的银子 还说我们窝都是丫头 这几年爹挣来的钱 也都被我们吃掉了 还说 还说娘不是昨天也要闹着分家吗 嗯 娘 我这后面就没有听见了 大伯娘她出来 就把我赶跑了 二花乖 你很棒 温无言沉默 既然他们有心要分家了 咱们两个是不是该合计合计 为自己多争取点 温无言一争后 轻轻的点头 吃完晚饭后 温有田和温有才拿了六个鸡蛋过来 说是给温无言补补补 有老大哥二哥牵挂 请坐 老三啊 你说你咋就出了这样的事 真是受苦了 我们和爹娘看着都替你疼 以后你可怎么办呢 大哥 我没事 大夫说了我养生一段时间就会好 虽然日后干不了重货 但是家里还有你和二哥在 老三 你这话什么意思 只望我和你二哥养你 家里人多吃头大 我那屋里头还有三个半大小子 我可没精力管你 老三 我明年三月还要考试 夫子说过两天教我们一些重要的东西 家里的事我没时间打理 嗯 大哥二哥是挺忙的 只要我们屋里有口吃的就行 另外等到来年开春 我的腿养得好 也还是能干活的 老三 不是当大哥的心狠要说你 你怎么就不体谅体谅我们 我们屋里都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啊 以前爹出我们三个半大小子吃死老子 我们还嬉嬉笑 现在我可是体会到了 三个小兔崽子不顶用 吃的比我还多 养他们是我这个做爹的该的 你可没有道理躺在炕上等着我们养 昨天弟妹不是说要和我们分家吗 昨天因为老三你不在 我们做哥哥的不好直接答应他 既然你今天回来了 我们也不再阻拦了 明天我们请上村长 让他来给我们做个见证 你们这房就按弟妹的意思单独过吧 大哥 轻轻和我说了 昨天是娘说要把我们赶出去 轻轻气不过 为了赌气才这样说的 爹娘还年轻 我们做儿子的怎么能分家 不分 什么 你们不分家 第二日一大早 温大成 温辰氏 大房温友田张翠兰 二房温友才王小云 以及村长吴山 全部聚集在温无言的小屋里 你们确定要分 唉 分吧 孩子都大了 能自己过了 我们分 不过这次不全分 只是把老三一家分出去单独过 我听爹娘的 我们有信跟在爹娘身边伺候 但既然爹娘大哥二哥 嫌弃我们这房是雷锐 我们便也只能遵从 分吧 既然是单分 只是把你们这房单独分出去 要分的东西只能从宫中算 各房私下的不作数 屋内人一致点头 这点顾清清也得同意 见大家都同意了 温大成才开始说 那先从屋宅说起 屋宅是不能分给你们的 这些都是祖上的规矩 最后要全部给你们大哥的 不过你现在身上有伤 大夫说不宜挪动 我做主 你们可以继续在屋子里住到明年开春前 爹这已经都分家了 那老三他们不应该把他们出去住吗 你说的是分家还是要断亲 老三现在什么情况 你当大嫂的不知道 你啥也不懂别之声 听爹先说 老三 故事 你们对此可有意见 这个听爹的安排 房子说了就说田地 家里有三十二亩田 其中上田八亩 水源方便 汉地二十亩 剩下的四亩是挨着自家二十五亩山林 山脚下的山石田 田地数量就这些 你们都知道吧 屋子里只有点头和恩恩声 如果是你们主动提出去单过 那所有的田地在你大哥拿走七成后 剩下的就是我们三人按三股平分 不过现在既然是家里想让你们单独出去过 那些就不做参考 三十二亩田现在给你们六亩 其中水田两亩 汉田两亩 剩下的两亩是山脚下山石田 剩下的二十五亩山林地 按四股分应该给你们六亩二分 因为是小山头没有办法完全平分 到时候滑来一片差不多的地 沿着边种几棵树当作隔断 张翠兰可不这样想 这样明显属于他们屋的七成就不够数了 没有防备的温友田被张翠兰捅得向前卖了一步 老大你有什么想说的 爹之前咱们不是说过供老二读书我们屋得七成田 你今天这样分了日后田地数可就不够了 怎么你也要老三净身出户 以后你们在村里还抬得起头吗 咱家水田总也就那么寂寞 爹娘最爱吃水田的产米 不能把那边的地给老三两母吧 你看是不是水田自己留着干脆换两母山石田给老三 如此一来老三他们四母山石田挨在一块日后也好打脸 大伯哥你可真会替我们考虑啊 一母水田在村里什么价格 一母山地田什么价格 不用我提醒你吧 用两母山地田就想换走我们两母水田 亏你想得出来啊 要说如此 我还打算用那两母山地同你们两母水田换呢 你愿不愿意啊 这怎么能一样 现在是我们分你们多少你们拿多少 没有把四母山石田都给你们 那是你祖上冒烟 我生是温家人 我祖宗不是你祖宗 你现在连祖宗都跟着分了 你好大的胆子 爹我没有我不是 牛田别说了 我上面说的那些你们都有什么意见 爹我没有意见 爹您把房子留给大哥 连一间房屋都没有给我们 我和清清听从爹的指牌 但牛头山村分家向来是平分 爹娘算一股 我们三兄弟各算一股 咱们田地三十二母 按说我应该得八母 细化应该是两亩水田 五亩汉地和一亩山地田 咱们家今天学着县里的那些高门大户 把所有的财产都优先献给大哥 那被村子里的其他古人家知道了 日乎村子里要有分家的 岂不是大的觉得应该学我们 小的要按村里的规矩 这是平白给村里多生时段 你说是不是 吴伯 你个不孝子 信不信我去衙门告你不孝 打你一百大碗子 我们还没死 都想从我们这夺家产 我怎么养出你这个儿子来 以后那都是村里的事 你管那些做什么 鲜吃萝卜蛋操心 一个村里还是太平点好 温尘师爷反应过来 自己说的有些快了 生气的闭口 娘 你要是觉得我说的错了 要不我们就不分家吧 我还想跟在你们身边 孝顺你们 阿迪 这分家可不行 分一半就不分了 这分还是要分的 不过呀 可不能按照老三说的那么分 那怎么着 难道按大嫂你说的了 要是大嫂分 是不是想把那二十五亩的山林 和四亩山地田给我们 这样就能将我们打发 你想得美 那二十五亩的山林 等今年种上新树 过个三五年就能卖钱 山上还有一片竹林 每年都要挖上不少的竹笋吃 这都是粮食 既然你也知道那边好 不如分给我们屋的那片山林 和一亩山地田归你 我们也不要你那七亩二分的汉地 你只要给我们五亩 我们就成交 正巧我也不爱吃竹笋 肚子里本来就没有几两油 还要被竹笋刮 你休息啊 要我说也没有那么麻烦 什么水田汉地的 分家就要听爹娘大哥的 老三五干脆就拿山林和四亩山地田 加起来怎么也有二十九亩 都快赶得上咱们家一半的数量了 山上不是还有十几棵树 也归老三 将来他搬出去盖房子 这也能用得上 不爱吃竹笋 竹子砍了当柴火 还能听个声响 一直没有怎么说话的温有才 说出了大哥心中所想 我觉得老二说的有道理 山林田地挨在一起好打理 你们也不用跑来跑去 爹 你接着说 房子田地分了 剩下的就是银子 你二哥读书 书本纸墨忒贵 家里也没存下什么银子 我同你娘也不忍心你搬出去 这里给你们准备了二两银子贴给你们屋 你到时候抓药看病用 也算是我们一点心意 粮食给你们一百斤高粮 五十斤骨子 三十斤麦子种 麦种是播种还是抹面吃 你们自己拿主意 还有十斤花生 剩下的就是锅碗瓢盆 家里只有一口大锅不能给 有一个小的铁锅你们拿去 瓮罐也有几个 你们可以自己去挑一个拿去用 彩刀只有一把 这个得留下 碗和盘子需要几个拿几个 中地的锄头 镰刀 柴砍刀 每一样给你们一把 其他的你们看上什么 可以说出来 爹 我们不想你为难 既然大伯哥和二伯哥 都希望把二十五亩山林地给我们 我们要就是 山上不能种粮食 我们一家分出去也要吃喝呀 可记得近离山林地不远 有单独一块一亩三分的旱地 那块地需要补贴给我们 好 那块地给你们 我们屋怎么说也有五张嘴 卖种播种了 那点粮食顶多给我们吃两个多月的 我不敢设取粮食 能让我们吃到下次收粮食 吃到开春 总要够吧 几个丫头吃那么多做什么 饿不死就行 羊说得有道理 温臣是总觉得 他那笑让人看了很不舒服 但又说不上来哪里不对 最后温臣是不情愿地说 那边还有一缸心膜的脉腹 人也是能吃的 你们拿去 外加二十斤白面 你个白眼狼 吃不好我就没奶水 事后遭罪的 可是温习宝 你敢 家里还有十三只鸡 那些鸡 大花二花平日里也没有少打理和挖蚯蚓 逮蚂蚱的胃 既然把我们分出去 我们应该得三只 我们今天说四只 多出来的一只 是温习宝今天的伙食费 什么 总的十三只鸡 还让你抓四只 没有 一只都没有 不给也好 我们本就不想分家 你娘二伯哥 要是烤上了秀菜 我们怎么也是秀菜兄弟呢 还能跟着沾光呢 娘 温习宝看了一眼儿子才算松口 顶多分你一只 四只 一只都不能少 少几只 温习宝就几天没奶水喝 你 吃吃吃吃死你 盼我点好 我死了 温习宝可就得饿肚子咯 后院中的那一千颗大白菜 等收获时 我们要拿走一半 好你个扫不香 嫁到我们家后 没有生下一个儿子 还磕得老三受伤 你这会儿倒是有脸一直朝我们要东西 真当我们拿你没办法了吗 要不我们不分家呀 白菜是我一个一个种的 水也是我一袋一袋挑来的 自然是有我们的份 不分家 温乘室头大 只要能想到马上摆脱他们 给给给给 家里那辆板车分给我们 你们大可以不给 或者用长辈逼迫我们离开家 婆母不在意自己的名声 在不在意未来秀才的 在不在意明年就能成亲的大狼名声 娘 这大狼的名声可不能出问题呀 这明年老二他就考上秀才了 大狼呢就能跟着迎娶镇上的姑娘了 可不敢耽误大狼啊 娘 我后面会多用功读书 到时候一定让你们过上好日子 年底杀猪后 我们要半只 最少四十斤肉 少一斤 我们就别分家 二十斤骨头夹肉 大不了不分家 四十斤骨头夹肉 不分就不分 你想逼死我们做老子的是不是 你好歹毒的心呢 既然是分家 自然宫中的都要算在那样 我们要五十斤已经是做出让步了 另外分家后大花二花 就不会再打猪草了 温大成看了一眼气得不轻的温尘氏 出生把事给了了 就这样吧 以后就各过各的了 他腿折了干不了活 你们得帮我擂一个鸡棚和搭一个灶台 好 柴给我们三捆 好 既然你们做的如此不要脸 也别怪我这个老婆子心狠 今天你们就要搬出去 以后各过各的 我不想看到你们趁人不吐骨头的嘴脸 你们立马从院子搬出去 老婆子 谁也别拦着我 今天就搬走 刚刚那些东西都给他们 就当喂狗了 要是谁不同意 我就撞死在院子里 温家老三 既然你娘不让你们继续住这里了 你看 娘 再让我们住上一晚 我们明天一早就开始搬如何 虽然你们是分家 老三那怎么也是你儿子 看在我这个村长的面子上 今天再住一晚 温尘氏不情愿 看了一眼村长 还是默认了下来 爹 娘 既然分家了 我们地上 我这身体也不好 日后我们就没办法孝敬爹娘了 愿你们 一切安好 看不见你们 我就觉得是天大的好 不效的东西 等众人都离去 顾清清对着横躺在炕上的温无言 美好气道 我们搬去哪里啊 在我们山林底的不远处 有一个木屋 你可记得吗 你下午抽空去看一看 看看木屋现在怎么样了 如果能住 我们暂时先搬过去 够两天不行 请人帮忙搭一个土皮毛草房 请人不花钱 二两银子更 不够 我 我这里还有三两 你哪里来的 昨天你回来衣服都换洗了 你怎么藏的银子 顾清清见她不说 便也没有追着问 我现在就去带大花 去分给我们的山头去看看木屋 如果你有特别急的需求 让二花伺候你行不行 温无言点了点头 顾清清反手把三花推到她身边 如果三花醒了 只要不哭就没事 哭了基本就是要换尿布 你可以叫二花来弄 二花 我和你大姐出去 你在家照顾好你阿爹和妹妹好不好 二花懂事的点点疼 直到这时 顾清清才发现 刚刚她藏银子的时候 没有避开二花 考虑到二花小 万一不小心说漏了嘴 她只得对温无言说 你在家把屋内的东西看好 要是丢了咱们直接就去山上喂狼吧 她们的山林地整体就是在村子的东北方向 只要是出了村子就能看到 木屋不大 门窗完好 进去后 空间也就普通一间房子的大小 屋内有一张木架子大的所谓的床 也就比她上学时宿舍里的床稍微宽一点 床上铺着稻草 想来是以前干活时 她们在屋内有休息过 至于想睡下五个人 除非个个都像三花那么小倒是可以的 房子看过后 母女俩一前一后上山 大花 我们朝着竹林那边去 沿路随便看看山山有没有什么野菜 我们摘点 回去后把嫩的留给我们吃 老的喂鸡 娘 我知道哪里有野鸡菜 前几天我们还来摘过 可多了 果然 等大花带她到了地方 周边就有不少的寄菜 当顾青青挖寄菜挖的上瘾呢 突然有个什么东西窜进她眼角的余光 顾青青看着四米之外的野兔肥瘦的背影 不自觉的吞咽着口水 娘 嘘 嘘 大花 我们今天晚上有肉吃了 吃兔子 娘 我们要自己吃吗 要不要拿到镇上去卖啊 这么肥到镇上肯定能卖好几十文钱 咱们是今天第一次生火做饭 不吃点肉庆祝庆祝 都对不起我们上午磨破嘴皮子才分的家 娘 要是我们在家里吃 被阿奶发现我们有肉吃 会不会 会不会 你是不是想说 她会不会来墙 不会 我们既然分家了 以后就是各自锅各自的 谁也别想从我们这里拿走一口肉 我们挖点野菜就去竹林 然后我们就回家做饭 接着收拾东西 明天搬家 顾青青说吧 正要起身去继续挖野菜 视线突然被树桩背阴处草丛里的一株植物给吸引 哈哈哈哈 娘 可是又发现了兔子 这可比兔子值钱多了 顾青青蹲下来拨开草丛 用手里的砍刀破土 娘 这是什么 这是人参 咦 这就是人参 我听说过 没见过 长得真像萝卜 不过没有萝卜白镜 大光 我们在这里挖到人生的事 谁都不能说 现在就连你爹都不能说 知道了 爹和妹妹都不能说吗 先不说 等我妈卖了钱再告诉她 嗯嗯 我都听娘的 回来呢 嗯 我看了那个木屋 减了是减了了点 将就一下其实也能住 我回来的时候简单的打扫过 明天一早 我们就搬过去 顾青青说着把竹框放下 把竹框交给二花 让她把祭菜往外捡 啊 娘 这框里有个兔子 你不怕啊 嗯 娘 我不怕 先往地上 晚上我们就吃兔子肉 哦 今晚有肉吃了 你小声点 娘 小水家是不是烧肉了 我闻到了肉味 好香啊 吃吃吃 你就知道吃 娘 你不想吃我 想也没得吃 可别想了 吃这个 这个搅起来呀 跟肉一样 张俊兰说着 夹了一筷子 用盐腌后 煮熟晾干 切成丁的白萝卜 娘骗人 这个就是煎萝卜 哼 你不吃这个 不吃那个的 那你想吃什么 这屋里哪来的肉 你要是想吃肉啊 你就和你阿奶说去 你和我说管什么用 那我想吃肉 炒什么炒 谁想吃肉 谁出去跟别人家过去 家里就这样的伙食 爱吃不吃 为什么小叔他们 今天自己做饭 他们就杀鸡 我们这边就不杀呀 他们就有肉吃 好香啊 你个小兔崽子 你也和他一样嘴里长了疮啊 就那么几只鸡 我看他们能吃几天 还有你 不吃饭就给我出去 别在屋里挨人眼 你要是有本事 你就去那屋要 看你能不能讨来一块肉吃 去就去 几乎是他们这边肉刚上桌 北屋的三郎就端着碗过来了 三郎 你是看你小叔受伤 送好吃的来的是吗 我是闻着你们屋里有肉味 才过来的 你们是不是在吃肉啊 温三郎是一点都不客气 来了就奔着炕桌上的碗去 顾青青一把护住桃盆里的肉 三郎 这肉是做给你小叔补身子的 可不能给你吃 你要是想吃可以让你奶沙鸡啊 后院不是还有好几只鸡 后院的鸡不给吃 小叔 你家的肉真小 给我吃一块呗 温无言看看护鸡仔一样的顾青青 再看看大花 三郎 我做不了主 小叔 我娘说了 你还住着大哥的房子 你这里有什么都要给我吃 不然今天就要把你们赶出去 你刚刚不是说你奶不肯杀鸡吗 活蹦乱跳的鸡它当然舍不得吃啊 哎 你知道我们今天为啥要吃肉 嗯 你们为什么要吃肉啊 因为今天有只鸡被不知道哪里来的石头给砸死了 我们只能上来吃啊 不然平白无故怎么能杀鸡吃呢 只有鸡死了才能吃对不对 顾青青把兔子肉故意说成鸡肉 又在她脸前晃了晃 明白了吗 嗯 嗯 小婶 这鸡肉太香了 给我吃一口吧 行了 你回去吧 想吃我们屋里的肉 没有 至于你刚刚说的要把我们赶出去的事 也不用你们动手 明天一早我们就会走 反而是你 你想想 怎么才能把肉吃到嘴里吧 哼 你真坏 你以后就是个瘸子 走路一管一管 干不了活 所以阿奶才不要你 大花 他骂你爹 给我把他赶出去 三郎 你个馋嘴的 你才是瘸子 我爹的腿马上就好了 他们屋里东西看着不多 连人带雾的也拉了满满三把车 尤其是最后一车 顾青青是连炕上睡的稻草都没有放过 累了吧 要不我下来 你歇会吧 温无言坐在车上抱着三花 背靠着稻草 看着负重拉车的顾青青 和车两边在负责推的大花二花 不忍心道 下来做什么 你爬过去 正在顾青青想 谁能来帮帮自己是 无言哥 这是做什么 玉珠啊 你这是做什么去了 我们今天搬家 搬家 好好的怎么搬家了 我们昨天就分家了 再住在那边也不合适 就暂时先搬到我们山林下的木屋里去住 啊 你都这样了 你们竟然分家 你怎么还在家中 不去挖渠了吗 不去了 爹娘知道你发生事故后 觉得挖渠太危险 便不让我去了 牛玉珠看看车子 又看看顾青青和两个孩子 嫂子 你让开 我来帮你把车拉过去 以前我们在挖渠的时候 无言哥没少帮我 啊 不用了 我自己可以的 嗨 这有什么 我现在闲着也是闲着 让我来 牛玉珠到了地方 看着只有一间的小木屋 有些不敢相信的说 你们就住这里啊 其实这里也挺好 就是现在 让他们母女委屈了一些 等我的腿张好点之后 我就把这里打理打理 在边上再建一个新房 空地还可以养些鸡鸭 距离山间打草都是方便 那边就是我们的地 照顾起来也省力 是挺不错 咦 在这里都能看见我家的房子 牛玉珠见天色早 在这里帮忙把一些重的东西 都搬进小木屋 顺带用山脚下的石头 垒了一个鸡棚 又垒了一个简易的灶台 一直忙到下班上 见顾青青要挽留他吃完饭 连忙摆着手跑了 对了 无言哥 你们要是有什么事需要帮忙 只管来找我 阿花 我和你阿姐今天上桃花镇去买东西 只能辛苦你在家照顾你爹和妹妹了 你可以吗 嗯 娘 你们去吧 我会给三花喂奶的 我也能照顾好爹 嗯 二花乖 娘回来给你带好东西吃 你在家要不用做晚饭 我和你阿姐回来了 我们来做 对了 喂三花的奶之前 先把碗放在热水盆里温温 不能太烫 要是觉得把握不住 就用小勺咬着刀在手背上 要是不觉得烫手就行 顾青青最后一段话 显然是说给温无言听的 三花太小她不能背着上阵 嗯知道了娘 好 顾青青稍微同人打听之后 来到镇上的一家叫铜恩堂的中药铺子 两位是来看病还是来抓药的 我不看病 喜欢你们这里收药材吗 好 两位是有药材要出售 那你们可算是来对了地方 我们铜恩堂是镇上最大的医馆 而且给的价格也绝对的合理 同所无期 您要是有什么药材可以拿出来先给我们看看 药店学徒说完走到柜台边上 对着在拨蒜猪的掌柜说道 掌柜这两位是来出售药材的 哦什么药材 顾青青不清楚她手上这个年份的野人参 在古代算不算珍贵 便直接从竹框里拿了出来 手绢只是揭开一个角 掌柜的眼急手快 把顾青青揭开的角又给盖了起来 私下望望急忙道 两位随我去后院雅间 科府把刚刚的人参再拿给我看看 掌柜的打量着人参 好深 有十六个年头 只可惜啊 要是能再多个四年 你这价格就能翻上一番 差距会这么大 你这个根须完整 我们收了 我给你这个数 八十两 顾青青也没有做还价 点头同意 刚刚掌柜说 如果是二十年的山就会格外值钱 这是为何 我多少认识些药材 按说二十年的人参在价值上 并不会比十六年的翻倍啊 这人参可是你自己挖的 顾青青点头 既然如此 也不妨和你多说两句 那是因为最近 不仅有人在求二十年往上的人参救命 所以出价格出的高 你们日后要是再采到什么草药 都可以送到我们铜恩堂 价格绝对不会亏待你 娘 你回来了 我可想你了 娘 今天阿爷来了 阿爷来做什么 他说是去牛头山捡柴 这来的时候呢 就带了一款茅草 帮着我们把屋顶给修了修 只不过 只不过 只不过什么 阿爷说他不让我们说屋顶是他弄的 为什么呀 顾青青明白 他之所以如此 应该是怕被温尘是知道后闹事吧 回来了 怎么买了这么多东西 今日上阵 家里用的东西可都买齐了 把金用都买了 也不知道有没有遗漏的 另外 今天我们在镇上吃了肉包子 大花说好吃 我就买了一些肉回来 打算给大花二花包点油渣包子 哦 对了 还有一根猪腿骨 听说吃什么不是吗 哦 你做主便是 哦 娘 你真的买好吃的回来了 我好开心啊 娘 我帮二花把小狗的窝铺好后 带二花去山上摘点野菜吧 晚上我们吃野菜粥 行 别走太远 就在这附近就好 顾青青从竹框的最下面拿出一件破衣服 露出里面的东西给他看 里面正是七个大银钉子 这 这是 我是故意要瞒你 我前天和大花上山的时候 无意挖到了一根人参 一来当时不确定是不是 二来那个时候还在老屋里住着 不方便和你说 昨天本来是想说的 想了想怕自己认错药材 白白让大家高兴一场 就借着上阵买东西的借口 去了趟药铺 药片掌柜给看后 说是人参 然后就给了我八十两银子 因为要买很多东西 其中十两 我让掌柜的给的是一两的碎银 现在碎银只剩下七两一百多文了 你很厉害 不仅会给我治腿伤也认得药材 这点我就不如你了 要是人参在我面前我一定不认识 之后有机会可以教教我吗 省得被我错失 好啊等你腿好了就教你 不过有件事我觉得我们得商量一下 什么事 既然我们现在手上有了银子 是不是在这里盖上一个可以过冬的房子 还是买田地 或者直接去镇上居住 温无言没急着说 反而问他 您可有什么想法 要不我们去镇上吧 一来省了盖房子的钱 二来我们在镇上随便做点营生 混个肚子饱应该还是可以的 清清我会的不多 嗯 没关系啊等你腿好了 你听我指挥干会就行 不过你也可以说说你的想法 如若是我 想是先建上三间土坯挖房 差不多需要十两银子 剩下的钱用来买地 我们庄户家所有的收成都是来自于田地 只有田地里长出了粮食 才会让我们安心 爷 为什么是土坯房 不是青砖房 我们刚分家就建房买地的 容易招来村里的闲话 虽然我们可以解释银子的来源 可是娘要是听了什么闲言碎语 要来闹事的话总归对我们不好 要是不去镇上的话先建个土坯房来住 等过个一年我们再盖成青砖瓦房 原来的土坯房可用来存放东西 买地不还得通过村长 到时候该知道的不还是都得知道 买地不一定非买我们村子的 我们可以通过镇上的牙行来买 也省得有些人来捣乱 你说是不是 嗯 你说的也算有道理 不过既然分家了干嘛还要让自己憋屈啊 他们要是敢来闹事 你不能出手 就让我来 不就是吵架吗 搞得谁不会死的 要我说还是上镇上 毕竟镇上人多 且这呢 好 听你的 不过能等等吗 等我的腿好了 我不能眼看着你们母女被人欺负 嗨 这事又不急 自然得等你腿养好 不然 我指望谁给我干活 当天傍晚 来的依然是张翠兰 瞧着顾千千她们在练猪油 急忙上前要帮忙 哎哟 我这来的可是抢了 你们搬家那天呀 我正好家里忙 我也没能帮上你们什么忙 这熬猪油这个呀 我自己拿手 来来来 大伙你去边上 我来给你娘烧火 不用了大伯娘 娘说我烧的火最好 是吧 娘 嗯 大伙做什么都是最好的 这里不用你帮忙 你拿了东西就回去 我这里这点火 哪里用惊动你动手 你要是动手了 深浅不得送你点油渣 我家可没有多余的量 帮不帮的上部说 要是趁机吃几个油渣 她觉得还不如丢给大黑吃 大黑就是她刚买回来的那个狗崽子 嘿嘿 弟妹你说的这是哪里话呀 这大嫂帮你点忙还能涂你点点肉吗 二花去把刚刚娘挤的奶拿给你大伯娘 好让她早点回去喂鞋吧 哈 二花不急不急 我这今天出来的早也不着急回去 你这边啊灶台小 来来来 我帮你拿这油渣的盆 这个呀可不能出事 不然呢这可就浪费了 张翠兰说着就想去购灶台边上的油渣盆 顾清清一直在留意张翠兰的动作 眼见她伸出手朝着油渣碗来 顾清清说时迟那时快 用手一把攥住张翠兰的左手腕 用力一拉就把她的手往油锅里伸 哎呀大嫂你快住手啊 这油锅里烫你水要被炸没了 哎呀哎呀哎呀放手啊你放手哎呀哎呀 等张翠兰反应过来时 只见自己的手掌距离锅里滚烫的热油 只有一掌的距离 她甚至都感觉到自己的手已经下了油锅 发出针扎的疼 张翠兰拼命扯着身子往后退 顾清清见她被吓得脸色苍白嘴唇发抖 她冷哼一声这才松手 张翠兰一个没有防备 一屁股蹲坐在地上 哎呀他疼死我了哎呀 视线落在温无言身上破口骂道 哎老三你是不是瞎呀你 你看不见你屋里的朋友发疯 哦大嫂你来了怎么坐在地上了 也是我们分家连个板凳都没有分着 虽然没有凳子招待大嫂 我跟大嫂坐在地上挺好 温无言说完还不忘中张翠兰歉意的笑笑 张翠兰气的蹭的从地上站起来 呸你个黑心态我怎么就没发现你这心这么黑呢 还我怎么就坐在这地上 你当我愿意呀还不是你屋里的 张翠兰嘴里的婆娘二字刚要脱口而出 就看着边上顾清清手里拿着锅铲子冷冷的看着自己 最后那两个字到底还是没有说出口 来拿东西就拿东西别自己找不痛快 我在老温家都敢发疯更何况你现在是在我们家 要是让我在你嘴里再听到一个不干不净的字 信不信我把你放油锅里给炸了 张翠兰刚要张嘴还回去 突然想想自己今天是一个人来的 万一真被他们一家欺负了 吃亏的岂不是自己就要转身离开 等等 该干什么呀我可什么话都没有说 明天让来的人带一斤粮食了 什么一斤我们那么多人一天都吃不了一斤 你觉得自己吃得少那你去闹啊和我说得着吗 你只管把花给带回去 张翠兰骂骂咧咧的一步三回头的走了 第二天顾清清一早活上面 手里拎着温无盐心边的竹筐 带着大花二花去挖祭菜 山上顾清清得了机会问大花 大花你爹以前在家说话吗 说啊啊那说得多吗 这下大花犹豫了怎么算多不多呢 那都说些什么呀 说娘你在家不爱说话让我们听娘的话 还说要是有谁说娘就让我们骂回去 说我们是小孩子可以骂人 还说让我们忍忍爹会想办法让我们过上好日子的 靠挖渠 爹说冬日不挖渠了就去抄书 抄书 嗯爹是这么说的 你爹他识字 嗯 我也不知道爹识不识字 爹是这么和我说的 爹还同我说不让我在家里说这事 不过要是娘问起来的话就让我告诉娘 可娘一直也没问 顾清清怎么突然觉得这事有那么点大肠包小肠的感觉 她不会真如张俊来说的是黑心馅的 大话说完见娘不知声以为娘生气了 娘你生气了是不是怪我没有早点告诉你 大话想什么呢我怎么可能生气啊 没生气就是觉得奇怪你爹怎么就识字了 快快快赶紧玩野菜我们还会回去包包子呢 那你生爹的气吗 不生气我为什么要生气啊 嘿嘿娘不生气就好 她就是纯好奇 温无言会识字的事 为什么要瞒着所有人 回家时温无言再打磨一截竹子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我见家里没有赶明杖 就用竹子做了一个看看合不合手 顾清清先是接过看看 两边竹节头打得很光滑 嗯 除了有点青其他都挺好的 那这个先用着等以后我能上山了用木材再做一根 行我去摘菜你可以多肉馅吗 三花刚刚醒了我又给孔睡了估计是饿了 顾清清挑眉她这个奶牛该上场了 不过去喂奶之前她把今天买的小桌放在空地上 再把案板放上 去屋里搁了有一斤的肥肉下来 连带着前天的油炸一起交给温无言 先让大花二花摘菜 她回屋喂奶 全家齐上阵 温无言赶皮 顾清清负责包 大花在边上学 二花抱着不睡觉的三花 在边上看着阿爹阿娘和阿姐忙碌 直到这时 顾清清才问问无言 你识字 识得一些 我怎么不知道 谁教你的 家里最早是大哥去读书 他每天学了新字回来都会教我和二哥 温无言说到这里 见顾清清眉头越粗越紧 温无言心里突然生起一种 自己娘子有时候很聪明 有时候又很可爱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迎娶你呢 然后呢 大哥学了半年之后 福子交给他多少次 我们不清楚 但是他交给我和二哥的 我们都记住了 反正大哥学过的字 过了一段时间就会忘记 为此他没少爱福子的党 到了最后他和娘说不想读书了 他看二哥学得比自己好 就委托二哥去 所以你认识的字是你大哥和二哥教的 你猜对了一半 大哥当时确实教了我一些 等回来之后二哥去读书 就再也没教过我十字了 为何 他说我没有教过树秋 他不能把自己学的东西交给我 每次他在家读书练子时 都不允许活进他的房间 说我要是会了就是偷诗 视为不迟 爹娘也不懂 只是警告我 从那以后不能碰二哥的书本 那个时候年纪小 地里的活也多 这件事情就这样被搁置下来 哎哟 没看出来啊 那个温有才还有大尾巴狼的面孔呢 我看他就是个小心眼儿 二哥一向不喜欢我 现在读书了更是觉得搞我激动 这次分家我们那般胡闹 他也不为所动 他是觉得自己一定能考上秀才 再不分怕日后没机会 那你十字是谁教的 前年我跟村里人去望平镇挖曲 在那里认识了一个灶头 混出之后他开始叫我十字 一个灶头叫你十字的 顾清清有些吃惊 下一刻他突然就想起了 天龙八部里的扫地搜 这个灶头是不是带我来逃啊 不知道 没人知道杨灶头是哪里来的 因为除了管事 他在挖曲的队伍里呆得最久 听说开始也是挖曲 后来因为做饭好吃 就掌管了火房 这年头做灶头的人 都是会读书写字的人了 那他叫你这个 一个只会挖曲的人 是不是想进水楼台 等待那明月照曲沟时 你们好把酒言欢 哈哈哈 清清 你惯会打趣我 我没有参加科举 写不走师徒 每日里不是种田就是挖曲 他又是贪图什么 难道就是为了那几条泥球 什么泥球 最开始我们几个人抓了几条泥球 拿去给老羊头一锅盾了 当天聊得很开心 他在得知我认识一个粗子之后 又在地上捡了几个 同行的几人都表示没兴趣 我却觉得很有意思 后来我在挖出泥球之后就会去找他 也是希望他能多教我多十字 直到前几天 他突然拿出一本书 说是让我每日下工后去抄书 得的工钱归他 我自然愿意 结果一本书还没抄完 我的腿就伤了 说到这里了 顾清清也想起来 他刚回来时给自己的三两银子 所以你之前给我的三两银子是哪里来的 那里面是这两个月的挖曲钱 和伤腿之后那边管事给的补偿 咦 不对啊 那你也识字的事怎么就不能同家里说呢 说不定你们老温家还能出两个秀才呢 为了供二哥上司书 一家人都是所以简实 哪里还有条件才供我去 如果我也去读书 地里的活就要落在低河大哥身上 农忙时根本就来不及 另外你忘记了 二哥并不太喜欢我识字 要我说 是不是你二哥知道你学得快 怕你把它攀比下去 所以才不给你识字的机会的 温无言笑了笑 算是默认了这个说法 所以他干脆把识字的事在家里也是瞒着 温无言 要不你也去私塾读书吧 然后你也去考个秀才回来 好想看你二哥那副吃了苍蝇一样的嘴脸呢 清清 我怎么觉得你在说我是苍蝇 爷 你的重点 不应该放在你有去上私塾的机会上吗 我要是去上私塾 家里的活我就做得少 总不该让你独自带着孩子 还有操劳田地里的事 再说了 我们家里的情况才刚刚好一些 日后再说吧 顾清清没有理会他所说的日后再说 心里反而有什么就要破土而出 他怎么就这么想看温有才被他看不上的弟弟给打脸呢 要是那样的话 不知道温家老二会不会气得口吐鲜血 顾清清是越想越激动 恨不得马上就安排温无言去读书 中午温无言想带着大花出去一趟 顾清清看着他那单腿跳不忍心道 你要去哪里啊 我打算去找玉珠 想和他说说我们家里搭棚子的事 要不我去一趟吧 把他请过来 我去一趟吧 有诚意 你不用去了 那不牛玉珠自己来了 无言哥 要我说 你这里怎么也得弄圈篱笆呀 之前还没觉得 这会儿远远看着忒空旷 你说的倒是轻巧 我倒是想弄个篱笆出来 这样你嫂子和孩子更安全 可是你看我的腿 无言哥 你怎么下床了 不是说要躺着不能动 你大嫂帮我绑住了 我可以稍微活动一下 你来了也好 不然我要去找你呢 啊 有事儿 要我做什么 不急 先坐下来慢慢说 无言哥 你竟然要搭茅草屋啊 怎么不是盖房啊 我就说你们现在这个小木屋过度会很冷 尤其又是在山脚下 周围连个挡风的都没有 盖房子哪里是容易的事 我和你大嫂商量过了 今年先搭一个茅草屋出来 冬天真冷了 再想别的办法 也是 你腿伤了 草药都不知道要吃多少 想来你分家也没拿到多少银子 盖房子是挺难的 茅草屋就茅草屋吧 不行我抽空去给你们搁些茅草回来 到冬天了围在你们房子周围也能挡个风 那个再说 那你明天最好再找一个人来 管吃一顿中午饭 每天给你们二十五文 您看行吧 我看不行 我们村其他人家盖砖房 大工一天也才二十五文 我就帮你搭个茅草房 哪里还能要你的钱了 你到时候让嫂子给我烧一口热饭就行 别人家都是主家准备好现成的材料 我这里什么都没有 我什么也帮不上 你嫂子一个女子 那些重活她也做不了 就连竹子茅草都要你们自己是上山弄 再说又不是你一人 还得再找一人来 这回事就这么定了 我不敢 以前挖区的时候就你对我最好 挖了泥丘就带我去火房蹭吃的 这回你需要我了 竟然还要算钱给我 你家都这样了 我哪能要你的钱呢 玉珠 你要是不收着钱 我们就去村里找其他的人 哪里有让你白出宫的说法 我在家闲着也是闲着 要不你们多找两个人来 给他们钱 我就当在这里帮忙了 不然 以后我就不来你家玩了 那我家的棚子就交给你了 不给你钱 就管你中午饭 这样总行了吧 行 那我现在就回去了 我去看看大军在不在家 他要是在家的话我就叫上他 你记得和大军说贡钱的事 你不要他得给 嗯 我会和他说每天二十五文 管饭 自己去山上弄东西 今天我们去山上捡些柴 回来 我给你们煮青菜瘦肉粥 配包子 见天色还早 顾青青带着大花二花 去自己山头捡细柴 咦 那是什么 这会儿的视线突然被一棵老树桩上的东西给吸引 等他走近 立刻有些兴奋的喊 二花 快把篮子拎了 这里有黑耳朵 娘 回来了 大花也凑了过来 娘 这山里竟然也有黑耳朵 以前这些我们都是去牛头山上摘才会有的 今天加餐 回去我用这个给你们炒肉吃 好不好 好 捡了一捆柴回去 王小云带着卖鸭已经在这里等了 王小云见顾青青回来 逼上手里的粮食袋子 神情带着一些漠然 今天是宿米 以后你没有机会再从家里敲诈东西了 为洗宝吃什么 王小云只看了一眼顾青青 抱着胳膊却是没有说话 似乎是不想回答他这个问题 顾青青自然也不在意 他顶多就是多点奶水出来 他们不需要了 全部喂给三花 打发走王小云后 顾青青感叹 老温家的羊毛他没有薅到多少呀 既然现在没得薅了 他脑子里就开始盘算着怎么挣钱 晚上熬的野菜瘦肉粥 用野山葱呛了锅 肥肉木耳炒出来 格外的香 明天玉柱来家里帮忙 他们来了肯定先去山上砍竹子 我帮不上什么忙 我打算一早带大花去牛头山走走 去摘点黑木耳 中午回来按照这样的方式炒给他们吃 顺带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能吃的 还得捡点柴回来 嗯 你们路上慢点 也不要紧得太深 在边上找找就好 山里有野猪 遇见了鸡蛋 躲在树后面跑 顾清清嗡了一嗓子 眼睛却是睁得老大 明天我不带砍刀 就带一把镰刀 等他们来后 就让他们用家里的砍刀上上砍竹子吧 好 第二天 院里的公鸡又开始窝窝叫 顾清清给三花留下粮食后 带着大花去了牛头山 进山后 顾清清听着山里青翠鸟儿欢歌 看着树木郁郁沉沉 令人心旷神怡 大花 它耳朵的地方远吗 不远 翻过前面那个山头 再往里过一个山坡就到了 娘 你看 有两棵大碗口一般的树木 不知道什么原因倒了 树上长满了黑木耳 大花 冲啊 娘 你等等我 母女俩一人一棵树 没一会儿 这里就被他们横扫结束 走 我们回去 羊鹿再捡点柴 回去了 突然就在这时 她斜后方山里突然传出一声凄惨的吼叫 两人躲在一棵树后 他人警觉的四下观望 娘 这是什么声音 我不太决定 不过 听动静她可以确定 应该是两个或者是几个在打架 因为声音越来越清晰 娘 他们的斜前方突然出现一头野猪 更确切的说 应该是一头体型中上的血野猪 顾青青看着她 她也看着顾青青母女 眼神中透着凶狠 顾青青自然不会去招惹一头暴躁的野猪 她注视着野猪 带着大花慢慢的后退 野猪磨了磨牙 哼哼两声 眼红的朝自己的食物冲了过去 见她朝着自己冲过来 她一把把大花推到一棵树后 匆忙说了一句多好 娘 别出来 顾青青一边回头看野猪 一边对着大花大喊 同时心里还在想着 怎么利用地形来躲避这头暴躁的野猪 脚上一个用力 使得她人身高 直接从两棵树中间窜了过去 几乎是她刚跑出去三步远 身后突然传出砰的一声闷响 以及野猪发怒的哼叫声 回头看去 果然见野猪因为学自己想要从两棵树中间穿过来 而被树卡住了身子 此时 只剩下两只前脚在空中徒劳滑动 顾青青说时迟那时快 人不再逃跑 反而一个转身朝着野猪冲去 右手拔出插在腰间的镰刀 对着猪头两眼中间的上方用力击去 只见 刚刚还爆脾气的野猪 瞬间就软在了树中间 哼哼两声后 便彻底没了动静 直到此时 顾青青才后知后觉地产生了害怕 脚下一软 一屁股坐在地上 哼哼 这头野猪是我们的了 我们把野猪弄回去 就会有很多猪肉可以吃了 顾清清尝试着 想把它从那棵树中间给它弄下来 结果它使出浑身力气 也顶多就抬动了一条猪腿 野猪几乎是纹丝不动 花儿 你个人敢不敢回去啊 你要不和我一起回去吗 我得在这儿守着这头野猪 如果我们两个人都离开了 等有人来 这头猪就会被别人拿走 它就不属于我们的了 娘 我敢一个人回去 那好 你小心些 然后一路跑下山 回家后找你爹 让他找人来 就说娘 打死了一头野猪 明白吗 走 我送送你 屋屋前 牛玉柱和牛大军扛回来 约有二十根待叶的老猪 温屋颜前他们两人是满头大汗 连忙指着小猪碗里的水说道 活不急一天两天的 先喝口水歇歇 无言哥 我们不渴 我和大军商量好了 今天上午就把框架给搭出来 等嫂子把板车拉回来后 我们下午就去割茅草 明天上午啊 就把顶棚给盖上 就完事了 慢慢做便是 你不喝 大军也要喝口水 还口气 屋柱 咱们和无言说好的 搭这个棚子只算一天工 至于我们用几天 那和无言没关系 改携就歇下 不着急 那我也喝一碗水吧 牛玉柱话音刚落 就见荒野地里 大花疯了一般的往回跑 爹 娘打死了一头野猪 让你找人去帮忙抬 什么 你说什么 娘打死了一头野猪 让爹找人去帮忙抬 爹 快找人帮忙抬野猪 二花 你在家照顾三花 说完 他一把拎起牛玉柱 他们放在小桌子上的砍刀 顺着路就往外跳 等等我 我也去 我去村里喊人 野猪那臭水凶悍 就我们三个人过去不管用 麻烦你了大军 跑快点 牛大军根本没来得及 入村里多深 只是在边缘位置迎上人 喊了一嗓子 说村里人在牛头山上 遇见野猪了 大家快去帮忙 村里每年秋收拾 地里的庄稼没少被野猪糟蹋 这会儿一听 村里人遇上野猪了 心里都是咯噔一下 这下人要遭殃啊 谭君 谁遇上野猪了 在哪里 在哪里 你们脚趁快些 无颜和玉柱在前面 我才喊几个人 牛大军这时 正好看着温家大嫂张翠兰 从村里走出来 温家大嫂 无颜哥媳妇被野猪伤了 你快回去喊你们家人 跟着上山救人 啥 张翠兰怀疑自己没听清楚 直到牛大军又说了一遍 张翠兰嘴里的笑压都压不住 知道了知道了 他见牛大军急匆匆地跑远 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 错孽呀 终于得到报应了吧 张翠兰心情美美地回家 回家第一时间 压根不是和家里人说 自己刚刚知道的事 而是钻回自己东屋 拦住要出门的温友田 温友田 来来来 告诉你一件高兴的事 接着 张翠兰就添油加醋地 把自己知道的说给温友田听 见温友田要去 张翠兰急忙拦住他 你这做什么去啊 你傻呀 大军让你回来告诉家里人你不说 帝要是问起来你怎么说 我现在就出去 这事你就当没有和我说过 你去和娘说 要是娘问起我去做什么了 你就说我去地里 张翠兰等温友田离开有一会儿了 才慢吞吞地去了北屋上方 婆母温陈氏和王小云 正在用养奶拌着米汤来喂温洗饱 张翠兰进来 见公爹不在 哎呦娘 老三家出事来 你个被懒货 一到干活就没了影子 你咋听不见喜宝哭呢 那是你闺女 又不是我的 你嘟闹什么 没什么没什么 阿娘 我要是不出去走走的话 我这能知道老三家出事了吗 我这不是一得了信 就回来跟您说吗 我这看您咋就一点也不上心呢 老三家咋的了 听说这故事他今天上山 遇上了野猪 被那个野猪给拱了 现在人都死了 这刚才我在他村口 遇上了牛大军 这牛大军呢 他让我回来喊人去帮忙 那可不巧 这有天呢 他下地干活去了 爹呢 这回又不在家 娘 那你说这事给怎么办呀 啥 老三屋里的人 被猪拱死了 哎呀 阿弥陀佛 老天保佑 他个黑心肠的 希望喝他点奶 他竟想着把咱家点掏了 这下好了 遭报应了吧 还是我宝贝闺女命大 已经能喝羊奶了 不然他死了 都很想害死我闺女 娘 阿弥陀佛 这话可是带回来了 这怎么张了 可跟阿都没关系了 嗯 不过您说 那我们要不要野去看看 他被猪拱了 我们三个女的过去干什么 是你打得过野猪 还是我打得过野猪 有本事 你去找你爹去 他也不知道阿弥陀佛去哪了 哪个找不着 温无言 你怎么过来了 不是说只要你找人过来帮忙吗 这才看见 正前方不远处 顾清清正从一棵树上跳下来 这 这怎么回事啊 别说温无言了 这会儿就连牛玉柱都傻眼了 一个紧张 差点没把背上的温无言给丢下去 你伤害做什么 你的腿不方便你不知道啊 你叫人把野猪抬回去了 你不就见着了 着急这一伙 什么野猪 不是说你受伤了吗 你没事吧 可有伤在哪里 啊 我没伤在哪里啊 我这不是伤好好的 温无言去看牛玉柱 边上牛玉柱一听 知道就是自己传错了话 我 我什么都没听见 已经追赶过来的牛大军 见顾清清站得好好的 也是惊讶 大嫂 大嫂 你没事 不是说野猪把你伤了 野猪呢 野猪在哪里 人可还活着 啊 不是说顾是被野猪伤着了吗 这看着挺好的呀 对啊 咋回事 人这不是好好的 怎么就死了 谁死了 好家伙 经过村里的人一阵七嘴八舌 顾清清才知道 自己在不知不觉间 竟然被山里的野猪给拱死了 急忙统陆续赶过来的五六个人 说清楚状况 来人一听说 是顾清清一个人把野猪给弄死了 都是大吸一口凉气 温家大 野猪在哪里 快带我们看看 嗯 就在前面 我带大家去 就在这里了 不过它卡在这里了 现在只能辛苦 帮我把它给弄下来 哈哈哈哈 以前地理收成越是不好 山里的野猪越是来捣乱 这次终于被我们打死一头 好啊 可不是 以前是他吃我们粮食 这次换我们吃他 行了 大伙快别看了 都打把手 先把野猪弄回去 等温无言和野猪 被一起放在板车上 拉回村子的时候 很快便引来一大拨人的围观 哎呀 这温家老三这是咋了 这不会也被野猪给伤着了吧 哎 大娘 你咋说话的 你没看人都没事 他那个腿不是都伤了好几天了 啊 不是说这老三屋里的故事 被这野猪伤了吗 这是他们一袭 把野猪给打死了 什么呀 那是故事一个人干的 我们就帮着抬下来 啊 他这么厉害 这一个妇人能打死野猪 哎 老三 你这野猪个头不小啊 要不要在村里卖啊 卖 谁要是想吃 等会儿就来我家 老三 你打算卖个什么价格呀 温无言看了一眼 顾清清后说道 为了感谢大家 对我们家的关系 猪肉一刀切 十五文一斤 那不错 比这上便宜 走 我跟着你们一起回去 看你们杀猪 远远看着这一幕的张翠兰 又是急急忙忙的朝家跑 哎 哎 娘 这老三他们家打了一头野猪 说是要把全部的都卖给村里人 他这个做儿子的 他怎么也不说拿块肉来 笑点笑点爹娘啊 温无言的院子热闹喧哗 有帮着烧水去猪毛的 有跨着胳膊聊天的 也有在议论他住的房子忒单薄的 这边刚开洞划了出肉 那边温辰氏独身在前 张翠兰抱着温喜宝在中间 后面还有个大郎和五郎 朝着温无言家这边就来了 老三 咱娘来了 你也不说出来营营 大嫂你真会使唤人 温无言身体是个什么情况你不知道 让他搬凳子 你没长胳膊没长腿啊 还是想要他另外一条好腿 不能看我们一点好事吧 你个故事你咋说话呢 我是让他给娘挪个把根咋了 叫不得 你要是有脑子你就说不出这句话 你是不是看他腿伤得不够惨啊 存心的 你咋说话呢 别以为我不知道啊 他今天可是跑到山上去了 踏着瘸着腿都能为你上山 就不能为娘扒一个小板凳了 他要是为我受伤 我能养他下半辈子 你呢 你敢说这句话吗 故事 没想到刚分家出来没两天 你就上赶着上房间晚了 家里是 哪里是你一个女人能多嘴的 这不是婆母以前教我们的吗 温家不就是婆母当家做主 三婶子 你这是怎么和奶奶说话呢 大郎 你觉得我说错了 村里谁不知道温家的婆母当家 还是你心里不认为你奶奶能当家 你想改老温家的规矩 先问你娘答不答应 还有 想买肉就排队 不买肉 别在我这里找不自在 故事 你知不知道你今天打杀了这头野猪 会给整个村子里带来祸害 温城市话音刚落 在场的所有人的目光 全部都转移到她的身上 温城市 你这话怎么说呀 天杀的呀 谁不知道野猪报复金强 又是成军结队 他今天打杀了他们其中一个 事后他们不定怎么报复我们村子 老三哪 你怎么能让他做出这样的事啊 野猪发疯有多凶狠 你们不是不知道 你们 你们是要害村子里的人哪 村里人被温城市这般一毫 有胆小的心里多少生起了一些后怕 这万一真引来好几头野猪在村里祸祸 受亏的可就是他们呢 娘 你可知道今天这事不是野猪死就是蜻蜻伤 你不关心蜻蜻也就罢了 却还有出眼孔和整个村子 每年野猪偷摸的祸害了我们多少粮食 我们恨不得把他们全部打杀了才算 岂能怕他们 老三 你竟然敢说我的不是 要我说呀 无言说的对 我们岂能怕那几只野猪 叫他们尽管来 正好给我们村里人灯下酒菜 这时又一个声音在人群里响起 正是村长吴山 我们之前没有去打杀野猪 你以为是因为怕那处是吗 我们是担心和他们打起来 他在我们即将求收的田地里逃窜 陷踏我们即将成熟的粮食 温城市 你也是村里的老人 怎么连这个道理都不等 温城市 你们分家之后怎么相处那是你们的事 别信口开河 祸乱村子 我 温城市一张老脸瞬间战红 温家大嫂 虽然你们分家了 但老三屋里人再怎么样也是温家媳妇 半个村子的人都知道她在山里遇上野猪 能去的都上去帮忙 你们家倒好 没一个人出名就罢了 你们来了也不是先关心一下他们 还说这些有的没的 这不合适吧 就是啊 我们都跟着上山了 你们家怎么一个人都不出现呢 不会不知道吧 怎么可能不知道 我喊人的时候遇见有田鹅屋里人了 还特意和她说了三嫂在山上出了意外 你说是不是 你是和俺说了 俺也和家里人说了 家里的男人他都不在 总不能俺一个女人去山上吧 俺可打不过那野猪 娘 大嫂 虽然知道我们这房子不讨你们喜欢 但是你们的作法真让我们心寒 温辰是本来打算让温无言给他孝敬两条猪腿的 这会儿一件事这情况 他哪里还有脸药啊 只得冷哼一声转身离开 大嫂 撑给你 行 麻烦玉柱兄弟了 快 自己找个板凳座 别客气 顾清清说完 见牛玉柱后面不远的路上 有一个年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妇人 妇人一手拉着牛小杨 一手拉着牛小光 是手寡的罗梅花 也是牛张和的大儿媳 牛玉柱的亲大嫂 顾清清和她不熟悉 这会儿只是点了点头后 就拿着秤朝着牛张和那边走去 牛叔 秤哪来了 我们开始吧 牛张和负责割肉 顾清清负责撑 说 撑翘翘 这块一斤三两够不够 够够 尝尝味儿就好 行 给十九万就好 把铜钱给大花就行 顾清清一边说 手下动作不停 善儿 这块有两斤重 你看要不要再加点 加点 我们加着人多 再给我来个这样大小的 好嘞 看这块咋样 肥肉厚实 行行 救他 四斤二两 六十三文 这时 吴山也靠了过来 来 给我来个五斤肉 回去打打牙籍 好的 吴伯 刚好到前腿 这边肉紧实 回去吃起来筋的 一直到太阳西斜 来买肉的人才陆续离开 牛张和又划了一大块肉下来 心情大好的对顾清清说 来 看看这块有多重 我要了 爷爷 爷爷 我们家也买肉啊 买 怎么能不买 回去了让你们阿奶给你们做肉吃 哦 家里吃肉肉了 来了一直没有说话的罗梅花轻声道 爹 我们这买的会不会太多了 这一块肉不得六七斤啊 我们家吃事有点多 你不是好久没回你娘家了吗 明哥回去一趟 带点猪肉回去 也算是告诉他们你在这里挺好 让他们放心 顾清清让温无言送了牛玉柱半小扇几乎没有怎么剔肉的排骨 今天真是感谢你 要没你 不想上扇就扇不去 另外 今天我家棚子没打起来 明天你还得继续 收下 这是你应该得的 吴燕哥 这也太多了 这都是骨头没有肉 嘿 都是一个村的 帮忙是应该的 叔说的有道理 所以这骨头就当我们给孩子的吧 我很喜欢小杨小光的 你们回去后 把排骨剁成半尺长一段 多加点水小火熬汤 煮到骨头两边的肉缩了起来 这样肉和汤给小杨小光吃 对孩子身体特别好 这多难为情 不然你说多少钱 我们买吧 要是计较得这么清楚 我们可不好意思让玉柱兄弟来我们家帮忙了 最后 牛家人实在是傲不过 牛玉柱也欣然拎了小半扇排骨 猪肉还有小五十斤 村里应该是吃不了这么多了 如果你们想上镇上麦和我说 我拉车带你们去 行 知道了 等所有人都走了 院子里一下子安静下来 大花 烧火 咱们今天也有顿肉吃 大花上扬着嘴角 开心地点头 然后去烧水 二花紧跟其后去帮忙 顾清清把带肉的骨头放进锅里 放入浆和山葱 告诉大花 等水开后就转小火 她和温无言处理剩下的肉和骨头 啊 这么多东西可要怎么存放 清清 你明天要不要回趟娘家 以前咱们屋里没有条件 每次回去想带东西都拿不出手 明天你可以送点肉回去 顾清清听闻后先试一争 接着脑子里才想起关于原主娘家人 原主娘家在双西村 家里也是老是芭蕉种田的 守着吉姆地 父不了 饿不死 父母安在 还有一个弟弟 弟弟也成家了 只不过原主爹滥赌成性 喝酒如命 还有酒后家暴使 顾清清想了想那一家人 吓得直摇头 回去 她回去做什么 去拯救那一家人 清清 温无言见顾清清突然在发呆 小声喊了一声 我考虑一会儿 嗯 好 现在虽然是秋天 但肉禁不住长时间的存放 这么多肉全部用盐腌起来 家里的盐都不够 最好明天就去卖掉 我明天如果回趟双西村 只怕处理肉都来不及 我可以和玉柱去镇上卖肉 咱们哪里好一只麻烦玉柱啊 再说 她不是说好明天要在家里搭棚子的吗 或者明天我们一起上镇卖肉 你后天回去呢 肉多放一天就不新鲜一天 这样 明天一早我带大花出去一趟 不吃饭把东西送到 尽量到中午前就赶回来 另外我不打算去卖鲜猪肉 明一早上我在火上蒸一盆肉 你在家里看着火 等我从年假回来 我赶着中午头带着肉去趟镇上 如果能卖得掉 剩下的猪肉后天全部做熟了去买 等忙好所有的事情后 夜色早已席卷大地 当天晚上点着油灯 他们一家人吃了有史以来最丰盛的一顿晚饭 没有粥 没有饭 没有野菜糊糊 没有加了麦夫的馒头 只有带肉的骨头和骨头汤管够 温大成站在黑暗里 远远地看着那一盏油灯 他从山里回来后 就从村里人嘴里听说了这里发生的事 自然也知道自己老婆子来闹过了 如果是上山寻人 他自然是要出把力 现在再凑上去关怀 他就有种想蹭肉的嫌疑 显然这并不是他的本意 唉 因为吴妍 他这辈子都会矮人一等 活在被老婆子的怨恨里 他却什么也做不得 亲眼看过吴妍一家无事后 他也就放心了 温大成悄悄地来过 又悄悄地离开 说 家里的钱都被你藏到什么地方去了 快说 不说我就打死你 哎呀 家里哪 还有什么钱啊 千天卖良得的那一两银子 已经被你全拿去了 你是不是又去赌钱了 你不是答应我们去还债 以后再也不碰那玩意儿了吗 你怎么能又去啊 老子做什么还需要你管 我知道你有偷藏银子 快给我交出来 不然我把你卖到镇上的如意巷去 让你去给老子挣钱 哎呀 当家的 我手里真的没有银子 你放过我 你放过家里吧 别以为老子好糊弄 你卖鸡蛋的钱呐 上次见你偷摸夸着一篮子鸡蛋出门 你真当我什么都不知道 交不交出来 不交出来我不仅把你给卖了 连着你那一碗老母鸡一个也不给你留 鸡 你不能卖 你要伤了腿 潇草还日了 等着吃鸡不是 你说不能卖就不能卖 你算个什么东西 你给我等着 打了人 男人转身恶狠狠地朝外走 心里盘算着鸡棚里那三只老母鸡能卖几个钱 结果他人还没有走出屋门 随着顾大拳发出一声惨叫 一个不稳摔倒在地 人像瞎子一样蜷缩着 哪里来的毛贼 都给地屋里偷东西 可不把你打死 顾青青嘴里骂着 手里把从院子里面 一辆衣杆上摘下来的衣服朝前一抛 盖在顾大拳的头上 他人栖身而上 对着躺在地上的顾大拳就是一阵拳打脚踢 你个做毛贼的胆子也太大了 都敢白踢出来行凶 看我怎么收拾你 个老子的 谁打我 这是我家 我看谁敢打我 好啊 你个偷钱贼还敢在这里吊香 我看你是被打得见不着记性 顾甲氏先是一争 等看清楚这真的是自己女儿后 你咋回来了 你快走 不然等你爹起来 她要发酒疯 又要连着你一起打 娘 以后要是遇上不认识的就进家门 你该打就得打 从不能让自己吃亏啊 既然有些人只会打人 那就让她好好尝试被挨打的滋味 不让她张张记性 她就真的觉得自己是天皇老子了 爹 你 你别打娘 是我 是我和娘 是我想吃鸡蛋的 你别再 等小草护着肚子 缩缩着肩膀 硬着头皮过来这屋准备拉架 可等她看清屋内的情况后 嘴里的话突然一下子卡壳 死 死 大人啊 谁 谁 松开我 我要弄死你 我是土地爷 我看谁敢在我头上撒野 顾大泉挥舞着王八泉 终于揭开了蒙在自己脸上的衣服 顾青青 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你竟敢打老子 爹 爹 你怎么躺在地上 哎呀 让你别喝酒 别喝酒 喝多了站不稳了吧 快快快 快起来 地上多糟啊 你看看 爹 我扶你起来 顾青青脚下一个不稳 脚跟稳稳地朝顾大泉的后腰踩了上去 只听腰上传出轻微的咔嚓一声 既然爹不想起来 那就在地上待着吧 顾青青心里有数 刚刚被他踩了那一脚 顾大泉如果遇不上名医 那基本就是要在炕上过日子了 老温家是媳妇个个厉害 压得家里的男人不敢喘大气 他们顾家是媳妇被压着打 顾家是忽然被自己女儿看着有些窘迫 哎 青青回来了 嗯 我回来看看 也没有什么好拿的 我给你们带了一块肉回来 你 你这次回来 婆家怎么 怎么舍得让你拿肉了 肉 有肉 快扶起来 我腰疼 我起不来了 顾家是要去扶顾大泉 被顾青青拦住 温无言伤了腿 我们三方单独分出来了 你身上有啥先坐着吧 我去扶她 对了 她娘呢 谁 谁娘 你婆母呢 在她自己屋 前几天摔断了腿 只能在炕上躺着 顾青青听后则是挑眉 没想到这倒是省了她的事 你在这里等我 不用去扶她起来 顾青青说完 转头对大花说 大花 守着外婆 顾青青说着 拉着鹿小草 她们去了院里东屋 老前婆早就被那屋的打炒声给炒习惯了 这会儿听见有人进来 只当是那糟了瘟的顾甲事 看都没看 嘴里攒了一口老痰 就朝着门口方向来人萃去 呸 你个糟瘟的畜生 你这耳朵里塞出毛了 我这刚刚喊你 老前婆话骂到一半 这才发现来人不是那糟瘟的顾甲事 她扫了一眼大肚子的孙媳妇 嘴里嘀咕了一句 没用的 软淡 视线再次转动 这才落到顾青青身上 你 你是那个死丫头 你这都嫁人了 你还回来做什么呀 你这又惦记家里什么了 顾青青躲开那口老痰 面对老前婆的责问压根不支声 拿起架子上的粗布 弯腰就去擦地上的痰 就在老前婆翻白眼看不起她时 走到她跟前 把粗布和粗布上的东西一并塞进她嘴里 既然已经断了腿 躺着不能动身 那就好好躺着养伤 别想着躺在炕上还能作妖 老前婆喘着粗气 干枯的脖子上抱着青筋 一眼挣扎得厉害 顾青青根本不为所动 转头对着站在她身后 跟个木头似的鹿小草说 过来按着她 大姐 我 我不敢 她都不能动了 你怕什么 难道要一辈子都这样像烂草一样的活着吗 过来 坚持住了就当家做主 坚持不住就等着继续过以前的日子吧 顾壮壮这名字真是硬身高 一家人都属于偏瘦的 就她一个人长得那是无大三粗 她这会儿也是在屋里 没有去扶自己的爹 只是缠在顾甲氏身边 看着那一嘎的肉 娘 这肉真是阿姐拿回来的 顾青青进来见到这一幕 对着顾壮壮说道 壮壮 爹喝多了酒 刚刚不小心摔了一跤 这会儿喊着腰疼 你去把爹扶起来 放奶奶屋的炕上 再去村西头把村里的大夫请来 顾壮壮听后 缩了缩脖子没动 不知道是怕顾大全还是懒得干活 肉是我带来的 你要是不听我的话 那我现在就走 也会把肉带走 你一口也别想吃嘴里 顾壮壮一听 阿姐要把肉拿走 顾壮壮直接把爹给架起来 朝奶奶那屋走去 顾青青则抱着这屋炕上的铺盖跟了上去 顾青青看着还没有松手的鹿小草 心里多少觉得她还有救 先别松手 顾青青把铺盖铺在炕上 指使顾壮壮把顾大全放在炕上 这才拉了一把鹿小草 朝着门外走去 呸呸 一个小贱蹄子 你真是长本事了 你 在这婆家你受了气 回来就把气撒在了娘家 你 你不能吼死你 你心里长农川 懒肚子的骚祸 你怎么就没被男人给玩死 你生小孩没眼儿 哎呦 我的老天爷爷 这家住进的丫头 这回来娘家她就要造反了 见我这老婆的身体不好 这都寄不到我头上了 还有没有天理了 哎呦 把顾壮壮打发出去请大夫后 顾青青带着鹿小草回了西屋找顾假事 哎呀 青青啊 这 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爹他咋了 你 你把你爹弄到你奶屋了 这 这不好吧 要不还是搬回来这屋吧 不然他以后好了 顾假事越说声音越小 似乎已经想到日后将会挨的是什么样的毒打 我下面的话只说一遍 其中的意思 你们后面慢慢琢磨 看看是不是这么一个理 说起来呢 我爹是怎么伤着的 自然是他昨天喝醉了酒 回家后不小心伤了腰 这事也是你们亲眼看见的对不对 我哪一个人躺在屋里炕上 也没个说话的人 觉得寂寞 知道我爹伤着了 要求我爹给我去同他老人家一起住 顺带说说话 所以我爹就搬去了那屋 我们这是笑 顾假事和小草面面相觑 根本不知道他要做什么 顾清清也不指望他们马上能懂 他接着说 我爹伤了腰 大夫来诊断说需要再抗城静养 少则七八年 多则后半生 这样农忙时 家里虽然缺少一个壮汉当劳动力 但他同样也不能去赌博不能喝酒 就算地理收入少上两分 和不赌博不喝酒比起来 地理收入失去的那份也算找补回来 你们只要到饭点去喂口吃的就好 想来 你们也是可以做到的 是吧 当然 他肯定会躺在康上骂人 不过也仅限如此而已啊 你们被打都不怕 被骂两句 只管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嘛 从今日后 我爹既然没法下康干活 我哪也窝康不起 娘 你干活的同时也要学会当好这个家 总不能这个时候还要指望两个病人来管事吧 你当家就是对他们最大的汇报 日后什么事都要学会自己拿主意做决定 拿不定主意的 就和小草壮壮一起商量 别有什么事就要去问爹奶 知道的是你尊重他们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你这个儿媳妇不懂得照顾病人 他们都已经生病了 难道还要跟着操劳 明白了吗 顾清清一口气说完 视线落在顾甲氏身上 顾甲氏被欺负了一辈子 在家大气都不敢喘 这会儿突然说要她当家 她 她哪里会啊 所以 她慌得压根不敢去看自己的女儿 娘 看着我的眼睛 娘 你心地善良 你也不想自己的孙子出生后还要被他爷爷打 被曾祖骂 我爹生病了 他再也起不来了 再也打不了你了 所以你还怕什么 轻轻啊 你说的 我听明白了 可万一过了几天 你爹身体好了 我这几天要是没伺候好他 他打我我不怕 我怕他非要卖家里的鸡 还有你奶 他现在是病了 可哪天 他要是也能站起来 他闹起来 还有村里 我 唉 另外 当家我不会 装着去请村里的大夫了 等会儿娘听天大夫怎么说 至于奶 他今年已经五十六了 身体就像秋天的苗 这么一病 身体元气大伤 娘年轻 是地里正要抽碎的苗 谁强谁弱 不用我说吧 他现在是病了 在炕上肯定会骂你们 砸碗筷 那你要用行动告诉他们 饭 每顿只有那么一碗 他们要是敢丢在地上 那只能等下顿再吃 家里又不是什么富裕户 经不起浪费 至于村里 叔叔拜拜早就不跟我们来往了 周围邻居也不会闲着没事赶来管咱们家的家里事 所以 你们压根就不用在意他们 至于当家 无非就是春耕秋收 改交税时跟着大家一起交 这些原本也是娘在打粮 所以你都是会的嘛 入冬时 备好过冬的柴 村里谁家有事 该去帮忙就去帮忙 想想屋里的粮食还能吃到什么时候 如果不够吃 趁着现在还有野草就去挖些晒干贝起来 娘 你听大姐说的这些都是我们平日里这么做的啊 接着 顾清清把能想到的话揉碎了和他们说 就为他们能够理解其中的道理 临走前 他把带来的十个铜板交给顾甲氏 这个你留着 也不多 备个不时之虚 另外记住 日后家里再卖了什么 银子就挖在你自己手里 不用上脚给爹或者奶 这样你才是真正当家的 钱你留着吧 你和无言不是被分出来了 日子想来也不好过 我知道日后该怎么做了 我会慢慢撑起这个家 以后会好起来的 你来就是教我们做事 也没来得及问你们为啥被分出去 还有你怎么懂得这些事情的 以前你不是这样的 我之前和你一样 一直在选择顺从 有天婆母为了一口奶水就把我头给打破了 然后我就明白了 人啊 顺从惯了 他们就不把我们当人了 既然我都快被他们打死了 那我还怕什么 我发疯呢 然后他们就怕了我了 接着就把我们这房给分出来了 顾清清说完 还是坚持把钱塞给了他 哎呀 留着吧 日后遇上什么事 最起码不会手里没个周转的 顾清清临走前看了看鹿小草的肚子问道 几个月了 快六个月了 挺好的 日后多帮娘撑起这个家 我会的 大姐 我回去了 你们日后如果遇上什么真解决不了的事 就去牛头村里找我 只不过我现在不住村里了 我住村东的山脚下 顾清清选择距离一家面摊不远的空地 摘下背后的竹筐 这才同大花说 肥而不腻 入口即化的烧白来了 仙道仙德 数量有限 肥而不腻 入口即化的烧白来了 仙道仙德 数量有限 孩子的喊声瞬间吸引了街上行走的人的注意 纷纷朝着大花望去 大花也不知道怯场 只是见有人望过来 她声音更大 嘴里喊着娘交给她的话 小丫头 你说的这烧白是什么 这词听着新鲜啊 爷爷 烧白是猪肉 猪肉 猪肉为什么叫烧白啊 叔 因为这里用的是猪五花肉 猪肉又叫白肉 所以叫烧白 经过文火 肥肉是肥而不腻 入口即化 叔可以尝尝看 顾清清说着 揭开刚刚盖在盆上的竹子盖 露出里面码得整整齐齐 光泽红润的猪肉片 是红烧的 对 好吃 很好吃 你这个肉怎么卖啊 一片三文 买五片会送一夹子盐菜 回去后用盐菜拌饭 保管您和您的家人都爱吃 嗯 贵是有点贵 不过这味道确实是不错 先给我来个五片 哎呀 我出来没带碗 你要是不嫌弃 我带了干净的竹筒 我就用这个同您盛 或者您家里要是距离这里近 也可以回去拿 为时半会儿也走不了 哎 我家不远 我会去拿碗 你等着我 心里却是想着 要去拿钱 我给您留好 你慢慢走 不着急 老者离开 有一个妇人带着孩子路过 小孩子没有听懂稍白是什么 但他鼻子闻到香味 接着看着盆里的猪肉再也挪不动脚 娘 我想吃那个 男孩说着 就朝顾清清摊子这边跑来 顾清清看着盯里肉的男孩 故意问 要不要尝尝 顾清清说着 用一根新竹签插了块瘦肉递给男孩 等夫人过来 见男孩已经吃少 以为是顾清清故意用手段让男孩吃 我都看见了 是你拿给他吃的 我们是不会抢买的 那个不要钱 是给大伙训吃的 娘 好吃 好吃 太好吃了 你给我买点吧 你这肉怎么卖呀 一片三纹 买五片松衣夹子里面的盐菜 用这个菜拌饭 比肉都香 接上肥瘦相间的肉才十八纹 你这薄薄五片肉就要十五纹 太贵了 这是我们家的祖传秘方 从起火到结束 要用上一天的时间 里面更是搭配了许多种调料 肉可不是家竹 而是野猪肉 您尝尝味 觉得不好吃也没关系 顶上男孩看着娘吃了一块 迫不及待地问 娘 是不是很好吃 很好吃对不对 那我要五片 你多送我点盐菜 开张的生意 那我就多送您一夹子 您看是用竹筒帮您盛 还是您家距离这里不远 我可以等您回去拿碗 我这里有碗 晚上吃的时候 可以两碗一起方程替上蒸热 味道会更好 周围的人见真有人摆 闻着空气中若有若无的香味也靠了过去 这时 一个三十岁出头的中年男人 脸色有些郁闷的 漫无目的地走在大街上 另一个男人手里拿着一个竹筒 他一边低头看着手上竹筒里的肉 一边急匆匆地赶路 结果就和别人撞了一个满怀 我的衣服 我的菜啊 你怎么走路的 也不看着点 对不住 对不住啊 走路注意点点 男人拍掉自己袖口上的菜 下意识地去闻问有没有沾上什么怪味 等等 你手上拿的是什么 你这盆里明明还有几片 怎么就不卖了呀 可是嫌我们没钱 我不多买 这云我一片尝尝味也行啊 闻着味是推响了 各位 这几片呢 是因为老人家预定的 家具离这里也不远 是回家拿碗去了 城门大伙谈爱 我们明天一早就会在这里摆摊 想吃的大伙 明天不如来个早 要是能带上碗 那是再好不过了 中年男人到的时候 听见的就是自带碗的话 他以为是围观的人没有带碗 所以买不成 你这个烧白我连盆一起买 你说个价格 这位大哥 实不相瞒 盆不能卖给您 盆里的肉也不能卖给您 这是前面的一位老人家订的 我答应要给他留着 您明天可以赶个早 明天我还会在这里摆摊的 被人订走了 顾清清点头 可收了订金 顾清清摇头 既然没有收订金 那就算不得数 你还是可以把东西卖给我 我可以出比他更高的价格 就是啊 都没交付订金 说不得人家不要了 要我说呀 还不如云给我们几个 你也可以早回去 虽然我不曾收老人家的订金 却是口头上答应的对方 除非对方不来 不然我不能自会承诺 男人既然说不通也不生气 甚至很是看重对方信守承诺的品性 就在顾清清以为对方要走的时候 结果对方很是不好意思的提出 里面的菜我能不能尝尝 菜有些凉了 可能会有些油腻 你要是不在意 我就给您加点 等男人尝了味儿 更是不肯离去了 实在不是他就非吃这口不可 而是他有苦衷啊 男人是镇上神府的管事 二爷从边关回来探亲 明天一早就能到家 老爷十分心疼他这个弟弟 每次得知二爷要回来 都会派他们这些管事仆人出去寻找一些好吃的回来 因为二爷所在的地方寒苦 每次回来都对好吃的格外感兴趣 其中肉类最是欢喜 你说他们镇上就这么大 经过这几年的寻找 哪里还能找到新玩意儿 这不 正在他愁愁之际 竟然遇上这道菜 怎么能放过 他今天说什么也要买到 得先拿回去给老爷尝尝 所以这会儿等周围的人都走光了 中年男人不仅没有离去 反而就在距离顾青青不远的地方 像木头一样处在那里 既然卖家不把东西卖给他 那他就在这里等等买家 说不定事情还会出现转机 就像男人如此小时 最开始回家拿碗的老者终于气喘吁吁的回来 哎呀 没让你久等吧 在家耽误了些时间呢 哎呀 顾青青看了看天色却是笑着摇头 人来了就好 他也急着回去呢 不然到家天都要黑了 就在这时一直等在边上的中年男人凑到老人跟前 在顾青青眼皮子底下 用了一百文 买走了属于老者的名额 我是神府的管事 我没有家伙事 你这个盆可否借我拿走 等你明天来我再还给你 当然 我会放押金在你这里 既然老者自己把名额让出去 顾青青对此也无可厚非 自然可以的 中年男人说着 付给他十五文肉钱 随后又付了一个四十文的押金 温无言拄着拐杖 抱着三花 带着二花 在大路口站着 直到看到他们母女回来 他紧绷的神情才松弛下来 你们怎么也在这里啊 见你们没回来 我在家也待不住 便和二花出来迎迎你们 怎么样 还顺利吗 还不错 有些没有买到的人 说我明天一早还会再来买 回去后 有的辛苦了 我们要把剩下的肉全部都做出来 明天一早还得去上这卖 明天拉车去 我们全家都去 顺带去亚航 屋门镇子上房子和咱们周围的地都是什么价格的 那明天辛苦你了 好说好说 等你日后腿好了 家里活多做些才是真的 自然 日后万不会让你如此辛苦 等顾青青到家 借着天空中仅剩的一点微光 看着家里多出来的一座茅草棚子 还是开心不已 他们速度可真快 只用了一天时间就把棚子给搭起来了 是啊 村里的人都做惯了这些 竹子昨天就是看好的 所以会很快 这边灶台也起上了 只不过还没有去干透 还得过上两天才能用 顾青青不太懂这些 不过还是很欢喜地上前摸了摸 我学着你昨天的做法 今天煮高粮米时也放了瘦肉和野菜 不知道好不好吃 是吗 那就尝尝 以前晚饭有一碗西汤半个馍 已经是顶天的好 他们现在使肉粥肉包随便吃 一家五口全部吃好 竹棚油灯下 顾青青和大花负责搬一些石头进来 温无言负责搭一个临时的灶台 他们把猪肉煮熟 盐菜炒好 需要的配料准备上 大花负责烧火 顾青青负责切肉 温无言按着顾青青的指挥 负责腌肉片 马肉片 天亮时 锅里的肉香几乎弥漫在了整个小山头 这得亏他们距离村里有段距离 不然不知道得馋哭多少孩子